她是九州之主 最蛮横的暴君 但在洗了一米后 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女儿控 她曾向上天祈愿 只要让她拥有一个女儿 她保证以后不乱造杀念 顾着小女孩为小井里先转世 自带井里好运 帮助暴君爹爹 治理朝政和国家 平四海平天下 顾一涵面对乞丐结伴姿势 冷冰冰地说道 都杀了 下一秒她怀里的诺诺便抗议道 爹爹不行 怎么又要杀人 面对萌萌的诺诺 顾一涵立马答应道 不杀不杀 春兽公公 快拿奶膏来给诺诺 在顾一涵怀里的诺诺 悄咪咪地说 爹爹 诺儿这样做得好吗 顾一涵一脸宠意地抚摸着诺诺 温柔地说 当然 诺诺可是身披祥瑞的小警律 这时士兵来报 白将军凯旋而归 顾一涵带着诺诺亲自出门迎接 见到白衣 诺诺立马蹦下 跑到白衣面前 将自己最珍贵的糖送给白衣 只见 白衣说道 陛下 此次末将回来 还带有一物 只见龙中竟是一名少年 满脸伤痕 眼眸赤红 诺诺立马跑上田去 漂亮小哥哥 给你糖吃 看着如此可爱的小女孩 叶斯明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伸手接过诺诺手中的糖 细细品糖 就在这时 龙子旁边的一名俘虏砍断锁链 一脸凶狠地朝诺诺冲来 众人纷纷大惊失色 忽然 叶斯明猛然向后推了诺诺一扎 躲过俘虏的一击 叶斯明伸手迅速向俘虏抓去 直接捏住那人的咽喉 找死 顾一涵慌忙跑来 将诺诺紧紧抱在怀里 眼神冰冷地说道 把这些俘虏全部送去喂狗 怀中的诺诺立马挣扎道 爹爹不能杀人 让他们去扫粪桶就好了 顾一涵只向叶斯明说道 这小孩是什么来历 辽夏国会将小孩放入狼群中厮杀 以便日后可以成为指挥狼群的狼王 正在顾一涵犹豫要不要将他放出来时 诺诺就可怜巴巴地说道 爹爹 要有恩报恩 他救了诺儿 要放他出来才行 不然就不理爹爹了 面对不断释放蒙力的诺诺 顾一涵瞬间败下阵来 将叶斯明放了出来 并脱铺给白衣调倒 这个小女孩竟是锦里先转世 自带锦里横运 让暴君爹爹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女儿 能打出这个字的 以后你也有如此可爱的女儿 今天是诺诺三岁生辰面 诺诺竟偷偷溜出去 找不见了 乔贵妃正为侍女没有看好诺诺而犯传 毕竟诺诺可是皇帝的心肝宝宝 这要是出了丁点闪失 谁都担待不起 而此时的诺诺 正歪着头躲在一棵树下 原来是不远的树 有两个同龄的孩子在捏喵喵 眼看喵喵有危险 诺诺情急之下只好发动了紧紧迷力 将二人赶跑 正准备查看喵喵的情况时 喵喵一个闪身 跃到树叉上 诺诺看着树上色色发抖的喵喵 缓慢地爬上树叉 嘴里还安慰着 喵喵别怕 我来救你了 喵喵可能在想 离我远点求求你了 我真拴屁了 可下一秒 树叉一分为二 诺诺直直地掉落下 感觉自己马上掉入冰窟窿 冰冷刺骨的湖水 和窒息的淡 但这样的痛苦经历并没有出息 只见 叶斯明紧紧把他抱在怀里 温柔地责备道 若是我不来 你岂不是要掉进水里 诺诺一眼就认出 他是那天球龙中的小哥哥 开心地递给他一块糖 小哥哥 谢谢你做了诺诺 叶斯明瞬间就明白诺诺有事相求 诺诺指着树上的喵喵 要求着能不能帮他拿下来 叶斯明叹了口气 嘴上说着麻烦 身体却很诚实 两人犹如交换定情性的一般 一手教猫一手教堂 看着如此萌萌的诺诺 叶斯明将糖块放入口中 诺诺立马围着叶斯明身边 蹦蹦跳跳 开心极了 诺诺还给叶斯明带了一朵小红花 两人如此近距离的对视 叶斯明此刻的心被彻底门化 随即开口道 我叫叶斯明 知道男孩名字的诺诺 眼睛笑成了月牙 随后诺诺便匆匆向斯明哥哥道别 可刚回到母妃那里 两个小腮帮就气得鼓鼓的 突然听到门外皇上驾倒 立马眼泪汪汪的快速跑向顾一海 看着梨花盖雨的心肝宝贝 顾一寒心都快碎了 立马怒气冲冲的时候 谁欺负诺诺了 爹爹砍她全敌 贵妃连忙上前几次说 诺诺带回了一只白鸿 想养她 但考虑到诺诺的安全 我不允许 诺诺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看着诺诺可怜巴巴的样子 顾一寒立马说爹爹同意 想养就养 贵妃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怎么忘记了皇上最怕诺诺 掉一滴泪都要心疼半天呢 这个三岁小女孩的出生 让皇宫流言刺激 但这次生辰宴却让所有大臣 更为小女孩是天将祥瑞 能打出这个字的 未来一周变瘦三惊 今天是诺诺的生辰宴 乔贵妃一席将红色猪裙 而她身旁 就是怀抱三岁小奶娃的 大气皇上顾一涵 顾一涵让诺诺在众多礼物中挑选 被选中的人将会获得重赏 众人目光全部都聚集在 小公主顾诺儿身上 忽然诺诺似乎有所发现 一件宝物竟然在散发黑气 她扑扑扑扑的大眼眸 澄澈的目光一一扫过所有人 视线停顿在一个 站在长柱旁边的宫女身上 她腰上一层淡淡的黑气缭绕 她小手抱住桌角 顺着桌布 四六一下滑去了地上 众人的目光追随着小公主 直到她跑到了一个宫女跟前 脸前的三岁奶团子 显然还是个小奶娃 但宫女不知为何 紧张地额头泛起一层冷汗 突然 诺诺小手指着宫女腰间的香囊 乃声乃气地开始叫唤 这里有坏东西 这时 乔贵妃凤眸一沉 她看向身旁的宫女婉姨 你去查查 这宫女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突然宫女神色慌张 一只手滴溜着诺诺 一只手伸进香囊里 故意含面色瞬间变得铁青 放开诺诺 要什么条件 都可以谈 宫女捏着粉末冷笑 你身为皇上 却残暴冷血 我今日本想娶你性命 没想到却被一个三岁小孩看破玄机 这时的诺诺皱了皱小鼻子 感觉有点痒痒 突然顾诺儿发出一声 奶声奶气的阿提 顾诺儿呼出来的气 将她手里露出来的粉末吹得飞起 全部都朝着她自己飞去 宫女瞪大眼睛 连话都来不及说 就感觉有什么东西飞进了鼻腔 赶忙将诺诺丢了出去 婉姨猛地扑过去 将小公主护在怀中 顾诺儿小手抓着婉姨的衣经 在她怀里瑟瑟发抖 片刻功夫 宫女就蹊跷流血 毒发身亡 婉姨转身抱着小公主 交到了皇上手中 乔贵妃眼里含泪 悠悠后怕 相比之下 小家伙顾诺儿就显得淡定多了 开心地笑着说 诺儿保护了你吗 大殿里所有人 都因为这个变故下的静若寒蝉 都皆认为小公主乃是天将祥瑞 皇帝当即宣布要赐予诺诺 姚光之封号 姚光 极大的急躁 代表神意 她搂着诺诺温柔地询问 诺诺就是父皇的姚光公主 好不好 诺诺不懂这些 但她知道 爹爹给的就是最好的 小家伙甜甜一笑 眼睛眯成了小月牙 喜欢 故意含抱着诺诺向外走去 送礼物者全赏 她是九州之主 最为残暴的君王 但自从拥有景理转世的女儿后 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女儿控 还说刷到此视频 不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退一个你的好朋友 未来一周涨烫三斤 乔贵妃的秋水店内饰 飘香细细 后帘微垂 顾诺儿梦里似是吃到了什么好东西 小嘴咕弄咕弄 粉唇被晶莹的口叶打湿 变得更加晶莹剔透 忽然外电传来一声清脆的爬 诺诺慢慢睁开了水雾蒙蒙的眼睛 摇摇晃晃向外走去 诺儿小手轻轻扶着屏风 探出一双大眼眸 敲咪咪地看 地上跪着的宫女 是皇后的贴身婢女 而自己的母妃也因为情绪激动 而浑身颤抖 诺诺扯着母妃的衣角 奶生奶气地询问 母妃怎么了 你的皇后娘亲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娘亲很担心她 诺诺眼睛又亮又圆 也是一脸担忧之色 娘亲 你带诺诺去看望皇后娘亲吧 刚刚进门 就听到李坚 传来皇后剧烈的咳嗽声 端庄典雅的屋内装饰 映出了一个缠绵病榻的美人 诺诺立马跑到皇后跟前 奶生奶气的道 皇后娘亲 诺诺担心您 就想来看看 您一定会好起来大 并且悄悄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皇后突然感觉自己身体轻快不少 趁着乔贵妃和皇后说话的空挡 故诺儿站起来 迈着小短腿悄悄地跑了出去 趴在窗户往外看 突然竟瞧见一个宫女模样的人 正在茶壶里放什么东西 诺儿着急忙慌地跑向自己娘亲 并告诉有人在皇后娘亲茶壶里放东西 乔贵妃秀丽的眉头忽然皱起 吩咐婉音带诺诺去施虎园丸 自己要帮皇后料理点家事 皇后和乔贵妃乃是多年的至交 可诺诺一直隐隐担心自己娘亲 吵着要去找自己爹爹 婉音急忙抱着诺诺来到御书房 刚走到御书房门口 诺诺就嚎啕大哭起来 顾一涵听到诺诺的哭声 立马跑了出来 诺诺口中大喊着 爹爹有人要害诺儿和娘亲 皇后娘亲身边有坏宫女姐姐 顾一涵脸色一沉问向一旁的婉音 婉音立马从头到尾交代事情经过 顾一涵脸色阴冷 让诺儿流多少泪 这些人就要流多少血 她是残酷冷血的暴君 却在洗的一米后 成了言听计从的女儿控 还说刷到此视频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退一位好朋友 未来一周怎么熬夜都不找到 顾一涵在得知坏宫女 想要害自己的宝贝女儿后 脸色阴沉得可怕 立马决定改嫁凤一宫 此时此刻 凤一宫内 乔贵妃正欲让宫女 清禾喝下自己下毒的茶水 谁曾想宫女尽奋力推开乔贵妃 茶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清禾仿佛死里逃生斑 双手撑地 大头喘息 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 乔贵妃骗她这副样子 你全然明白 定是有人背后指使 就在此时 外头传来春兽公共的唱礼声 皇上驾到 清禾眼中一亮 就在顾一涵踏削进来时 清禾急忙跪着爬向顾一涵 嘴中大喊着皇上 救命啊 贵妃娘娘强迫奴婢在茶里下毒 如今还要逼死奴婢 杀人灭口 可清禾仰头时 看见皇上的眼神 忽然一震 皇上的眼色为何如此英致 让人胆寒 顾一涵忽而冷笑起来 这笑意里 马含杀鸡 清禾还在硬着头皮狡辩 她只想先拖延下来 殊不知贵妃和皇后关系 理应勾心斗角是同时 但两人竟是多年的至交 相互扶持 从未反目 故意含命人将清禾压下去 将她打破一层皮 然后邀请全后宫的人来看 谁最害怕 就给朕严刑拷打谁 而此时的诺诺被婉英抱着来到狮虎园 却一直在盯着龙中猛兽看 这时 诺诺突然指着熊熊说 她好像不舒服 是不是饿了呀 就在婉英吩咐太监去拿肉时 可吓一秒她一转头 吓得她魂不附体 诺诺已经站在了笼子面前 正准备把小手伸进笼子里 就在婉英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时 叶斯明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她身后 是一婉英把这里交给自己 叶斯明长发以蓝色丝带寂静 利落的马尾落在身后 数不尽的少年风流义气 此刻诺诺白嫩的小手手 已经快要伸进笼子里了 黑熊怒吼的张开大屁股来 可吓一秒 静就只发出一身小狗一般的乌业 只见 叶斯明已站在诺诺身后 在她的背后一只巨大狼王虚影浮现 眼眸赤红 看着龙中巨熊 我让你别动 没听见吗 她刚满三岁 但自带锦里红韵 让无情冷酷的暴君成了女儿控 诺诺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特一个你的好朋友 未来一周长高三零牛 叶斯明站在诺诺背后 一个眼神让猛兽瑟瑟发抖 诺诺回头望去 发现竟是斯明哥哥来了 叶斯明抚摸着她的小脑袋 微柔地斥责道 太危险了 诺诺不服气地养着粉白圆润的小脸 指着熊熊 她脖子的毛毛里 藏着让她很痛的东西 叶斯明早就留意到 顾诺儿总能发现一些旁人 无法察觉的事 像太监要来牢笼的钥匙 叶斯明打开笼子的动静 吸引了黑熊 他扭过头 受显至极的眼睛 盯着这位少年 而诺诺则是担心叶斯明有事 偷偷发动了自己的锦理技能 黑熊匍匐在地上 发出阵阵嘀吼 在他脖梗后坚硬的毛发中 果然找到了一只断剑 猛的抽臂将断剑拔出 一道黑红的鲜血顺着飞剑了出来 叶斯明走到顾诺儿面前 颇为傲气地说 解决了 而诺诺伸出小手上下摆摆 是叶斯明过来 带叶斯明走到镜前 忽然他觉得 头顶上有了柔软的触感 诺诺竟然用小手 一遍遍地给他顺毛 一时间叶斯明瞪大眼睛 洒脱不羁的脸上出现了一丝错愕 诺诺笑得大眼睛弯成了一对月牙 斯明哥哥 你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你帮我和熊熊啊 叶斯明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评价他 一时间呆呆站在原地 突然 好像感知到屋顶有人 叶斯明立马走向婉英低声说道 有人在暗中监视你们 怕是图谋不轨 应尽快送你们回去 婉英抱着顾诺儿回到了秋水店 但奇怪的是 秋水店外 有了很多把手的敬畏 走进内室 诺诺立马跑向自己的娘亲 乔贵妃衣着华丽 云并娇艳 一点也看不出担心忧虑的样子 婉英将叶斯明的发现告诉了乔贵妃 乔贵妃对叶斯明的鸡鸣很是赞赏 心里暗暗担忧 白天下毒的宫女临死前大喊 自己和诺诺的名字 怕是在通风报信 转至深夜 诺诺在娘亲怀里熟睡 被一阵寒风吹醒 不知何时窗户竟是打开的 担心娘亲感冒 自己轻轻地准备将窗户关上 但发现窗户外面竟然有丝丝黑气弥漫 忽然 一只箭矢飞速射向正在愣神的诺诺 三岁的小奶娃 竟何来暗杀自己的刺客做起了买卖 诺诺还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特一个你的好朋友 她的锦里红玉能让你未来一周 怎么晒都不变黑 诺诺刚走到窗子前 发现窗外有丝丝飞气 正在她愣神之际 一只箭矢搜的一声快速射向她 这电光火石的一瞬 突然一把玉如意 竟直接挡住了箭矢 只见乔贵妃手持玉如意 眼神充满沙发 冷意盎然 将懦懦护在自己的身后 下一秒 乔贵妃竟然先发制人 手握玉如意 直接刺向黑衣人 再看诺儿这个小家伙 非羞非羞地跑到桌子里下 一双波光凛凛的大眼睛 左瞧右瞧 竟看起了热闹 此刻乔贵妃身穿单薄的礼衣 长发微扬 身形偏若犹龙 惊鸿略 一举一事都带着必杀的冷意 玉如意在她手中 像是一把无间不摧的宝剑 煞时间黑衣人一个大力 被玉如意猛地击中腹部 黑衣人心口一痛 闷得呼出一口鲜血 接着乔贵妃拾起刺客的剑 架在刺客脖子上 说出幕后主使 可以饶你不死 然而刺客摇了摇头 似乎已经认命 就在这时 桌子底下的诺儿 突然诺诺可爱地说 刺客小叔叔 不如你去刺杀 那个想要杀我们的人 无论多少钱 我们都给你双倍 眼看刺客还犹豫不决 乔贵妃开口 声音带着傲慢 把你交给陛下 她安排的酷刑一样 会让你供述 现如今唯一的活路 公主已经告诉你了 你若杀掉对方 本宫必会助你离开此地 此时黑衣人陷入了沉默 心情复杂 乔贵妃冷眼看着 随后转身 从桌子下抱出顾怒儿 黑衣人不傻 她知道乔贵妃看起来就很精明 而且她怀里的那个小家伙 更是跟个人惊世的 最终黑衣人答应下来 翻过窗子 快步离去 几乎是同一瞬 乔贵妃的脸色冷了下来 接着她红唇倾起 张随 房梁上不动声色地 落下了一个暗卫 陈在 跟上去瞧瞧 看她去了谁的宫殿 随后张随翻身出窗 眨眼间就没了身影 此时外头听见动静的婉英 还披衣匆忙跑进 娘娘 方才那是什么动静 乔贵妃淡定地解释 不是 有刺客而已 婉英惊饿到 慌忙说自己去找卫兵 然而乔贵妃怀里的诺诺 眼睛眯成了小月牙 乃生乃气地说道 诺宝和娘亲 把刺客小叔叔策反了 已经安排了一场好戏了 三岁的小奶团子 竟独自半夜偷偷溜出宫去 只为见自己的私民哥哥 诺诺还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退一个好朋友 未来一周会脱单哦 当故意含知晓诺诺诺 被刺杀的消息后 龙颜大怒 立刻下令彻查皇宫 最终在萧妃宫中 缉拿到凶手 此时的萧妃才交代 自己嫉恨乔贵妃生女 独得恩宠 然而诺儿就是顾一涵的逆龄 这就意味着 萧妃下场注定凄惨 随后处理完刺客之事 顾一涵便来看望 诺儿和乔贵妃 此刻顾一涵心中自责不已 自己的一时疏忽 就把自己的心丹宝贝 置于危险境地 好在诺诺没有受到伤害 不然自己可能会自责一辈子 就在这时婉英禀告 娇小公主礼仪的胡嬷嬷已经到了 话音刚落 刚刚还在熟睡的诺诺 被猛地惊醒 但又装成呼呼大睡的样子 见诺诺还没睡醒 乔贵妃便关上了门 打算让她再多睡会儿 下一秒 诺诺猛然从床上坐起 自己要想个办法逃跑才行 紧接着麻溜地自己穿好衣服 留下一张纸条 这样婉英姐姐就不会挨骂了 最后 诺诺搬来凳子 自己踩着爬上去 黑羞一下 肉糊糊的小身影翻过窗子 诺诺因身形矮小 避开了巡逻近卫的注意 正好碰到来宫中 给皇上顶奏事情的白衣大将军 就这样诺诺恳求白衣 带她去自己府上玩 白衣和其夫人 对于公主的到来也很高兴 而诺诺满脸期待地 要去找思明哥哥玩 随后白衣夫人告知了 诺诺夜思明的房间位置后 于是诺诺就一个人 顺着长廊找过去 可看着正在落雨的天空 要跑了边 就要灵 随即 肚子颠大喊 思明哥哥 来接我呀 院子里静静的 好像没有人在屋子里 诺诺没气馁 小奶音飙高 软糯十足 夜 思 明 突然 哼的一声响 院子里的屋门 被人从内蒙的踹开 夜思明长发披散 穿着单薄的礼衣 隔着雨幕看着顾诺儿 咬牙道 你好吵 诺诺却丝毫不在意她的抱怨 朝她兴奋挥手 思明哥哥 来接我过去啊 突然 她脚下一滑 整个人踩在廊下的水子向后涌去 但想象中 小屁股蹲着地的痛感没有发生 反而她被一个人 稳稳地提在了手里 诺诺巴达眨了眨眼 扭头看向一旁 夜思明 思明哥哥带我去你的房间看看吧 思明哥哥你有秘密吗 诺儿饿了 下一秒 诺诺直接被丢出了门外 诺诺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特一个好朋友 你也会遇到自己的霸道小狼狗 或是不后哦 此时的诺诺用两只小手 拖着夜思明的下巴 巴达地眨着她那如同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接着跟夜思明说想去她的房间躲雨 而夜思明也没有啰嗦 带着她直接跑进雨里 眨眼间就到了自己的房间 就在这时 诺诺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动点 随即小家伙眼巴巴地看向夜思明 夜思明眉头见皱 你喜欢吃什么 诺诺很认真的问道 思明哥哥你有念念吗 我最喜欢娘亲的奶了 紧接着诺诺话还没说完 就被丢出了门外 待遇过天晴之后 诺诺小手扒拉着门框 眼巴巴地看着远处蹲在地上的夜思明 只见夜思明名神片刻 两指夹着石子 顺势而发 只听嗖的一声 一只肥瘦的小麻雀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看着被夜思明捏在手里的小麻雀 诺诺害怕地流下了眼泪 她从小吃的都是御膳房做好的肉 不曾亲眼见到杀小动物的过程 可随着阵阵香味传来 伤心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 紧接着喷香四溢的麻雀肉 被递到了诺诺的唇边 诺诺心里默默说了声 对不起小雀雀 但是要吃 这边的诺诺吃得满嘴流油 与此同时的皇宫内 顾一涵英俊的面色有些阴沉 大声地质问着宫女们胡嬷嬷到底是何人 公主又去哪了 乔贵妃也觉得奇怪 诺儿两岁的时候 很喜欢胡嬷嬷 时常缠着这位嬷嬷讲故事 所以今年胡嬷嬷到了该出宫的年纪 臣妾都没舍得让她走 随即故意喊脸色阴沉 马上派人去找公主 地上跪着的宫女们大气都不敢喘 在看白江军府中 叶斯明院子内 吃饱的诺诺正躺在叶斯明的床榻上 一双大眼睛有些水雾蒙蒙 带着烟湿的困意 随后诺诺蜷缩在被子里伸出脚手 搭在床檐 斯明哥哥 哄我睡觉叫巴 叶斯明无奈地走过去坐在了脚榻上 小小的脑袋套在叶斯明哥背上 声音带着困倦的娇软 白衣伯伯和诺儿都是斯明哥哥的家人 叶斯明一正 没等到他回答 诺诺就已经呼呼地睡了过去 他是九州之主 最为无情的豹君 但在洗了一米后 就变成了白衣板顺的女儿控 豹君说刷到此视频点赞和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退一个好朋友 今后的日子你也会被宠到天上 日暮时分 犀利的小雨总算停歇 白衣带顾诺儿上了马车 该将公主送回宫吗 紧接着诺儿的小脑袋从车窗里探出他 朝站在门口的白夫人和叶斯明挥挥手 白伯母 斯明哥哥 我回家了 白夫人十分喜欢顾诺儿 笑颜如花地倒 公主殿下 有空再来玩呀 而白夫人身边的叶斯明摆着一张红脸 对马车上招手的小家伙无动于衷 白夫人用手臂碰了碰他 斯明 快和诺儿说再见呀 叶斯明不知是被白夫人怂恿的 还是看见顾诺儿脸上的笑意实在甜美 他不情不愿地挥了一下手 再见 但诺儿已经开心得不得了了 小手舞唇 最后更是送给叶斯明一个飞吻 叶斯明随即面色一变 扭头走向一旁 随后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接着重重呼出一口气 但下一秒他突然感觉自己心脏脚痛 身体因疼痛而忍不住的剧烈颤抖 他头顶上悬浮着一个巨大的 由黑流组成的狼头 眼尾似带火 面向凶狠 这一切皆因他从修罗镜里出来 受了不小的伤 随着叶斯明缓缓调息 压制住了即将冲天而起的法力 心口的痛楚没有刚才那么强烈 但依旧难忍 他亮枪走到床榻边 骤然倒下 呼吸间 嗅到了顾诺儿留下的甜香 他抓紧被子 缓解痛楚 这里甜香 就像是安抚了他的神经一般 不知过去多久 叶斯明额头早已汗蹭一片 但不是敢比以往要消散得更快 于是他输出一口气 体内的邪力淡了许多 拽着被子心里暗道 这小东西 也不是只会哭吗 次日 经过昨天雨水洗刷过的天空 呈现出琉璃式的成澈来 诺诺已经洗漱完毕 乖乖坐在桌子边吃着早餐 乔贵妃口气温软 眼神柔和 诺儿这么乖 为什么不想见胡摩摩 诺诺从前不是最喜欢她吗 诺诺亮亮的眼睛看向她 娘亲 诺儿不想胡摩摩了 她总是说诺宝吃得小肚子圆圆 胡摩摩是好人 但是 也不可以说诺儿肚子不 这都是娘亲给予的爱啊 她是小井里先转世 自带井里红韵 诺诺说今天是中秋佳节 祝愿刷到此视频的所有漂亮姐姐们 节日快乐 在评论区打出这两个字 未来一周将好运连凉 这时的诺诺奶生奶气地讲述 自己不喜欢胡摩摩的小礼 而乔贵妃听完之后 则是忍俊不惊 连婉音都笑了出来 随后乔贵妃也想明白了 既然诺儿不喜欢 她就不强迫胡摩摩再留在宫中了 免得物技必反 对婉音道 传胡摩摩过来吧 不一会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摩摩就被请了过来 乔贵妃笑颜温和地道 胡摩摩本宫原本是想留你在多待几年 毕竟诺宝之前和你很亲 但现在考虑到你年事过高 是时候回家好好休息了 本宫为你准备了后领 若无别的交代 今日就可以出宫去了 乔贵妃低头 温柔询问顾诺儿 诺宝 可还有什么话 要和胡摩摩说的 此刻诺诺小手钻得很紧 好像在极力地压抑着什么 但却摇了摇小脑瓜 没有话要说了 胡摩摩再见 胡摩摩感慨万分 颤颤巍微微地跪下 谢娘娘 谢小公主 随后胡摩摩坐上马车 已到宫门口 只听见后方有人在呼喊自己 随即转身望去 看见小公主向她跑来 她连忙走出队列 蹒跚地迎过来 下一刻诺诺一下子 扑进胡摩摩怀里 在一抬头时 大大的眼睛里蓄满泪水 对不起胡摩摩 诺儿没有不喜欢胡摩摩 诺儿只是希望娘亲能放您出宫 我只能这样骗娘亲 不然她不许你出宫了 诺诺知道 摩摩想回家看望新出生的小孙子 诺儿其实很喜欢 很喜欢胡摩摩 此刻的胡摩摩心中大为感动 也红了眼眶 小公主是自己一点点看着长大的 就像自己的亲孙女 可爱乖巧懂事 偶尔也有一些顽皮 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随着马车走远 诺诺大声呼喊着 摩摩诺儿会想你的 你也要想诺儿哦 舍得看着顾诺儿 满头银发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出苍老的阴感 与此同时某处高楼栏杆处 叶斯明将刚才的一切看在眼底 远处小身影的落寞与孤单 好像是叶斯明第一次从他身上看见 此刻白衣将军坐在他身边 放下书卷 跟叶斯明说起贵妃指名 让你做公主出外敬学的护卫 因此需要经过与敬畏的鄙视 道是皇上和贵妃会亲临观战 叶斯明从容不迫地道 将站在比武场上的人都打败就可以 这又有何难呢 身经百战的敬畏首领 敬拜给了一名八岁小孩 刷到此视频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艾特一个好朋友 未来一周怎么吃都不变胖哦 当叶斯明答应做小公主供诺儿的护卫后 故意含慰检验叶斯明的身手 安排了他与宫中敬畏比武 白衣此时还在为叶斯明担心 虽然斯明身手不凡 可宫中敬畏每个都是身经百战 一等一的好手 他毕竟还只是一名八岁的孩子 片刻之后 白衣暴怒不已 肃声斥责 快停手 不可如此欺辱人 只见叶斯明意气风发 眉眼高挑 数不尽的少年风流 淡淡地说道 他托习我在先 是他不对 与此同时 诺诺偷偷看向顾一涵的脸色 接着奶声奶气地说道 诺儿也觉得进军叔叔做得不对 可斯明哥哥还是赢了 好厉害呀 只见顾一涵一副我诺宝 说什么都是对的表情 随后白衣准备带斯明离去 三日之后再来接受检验 诺诺一脸不解地问 白伯伯为什么要等三日啊 今天就让斯明哥哥跟诺儿一起玩不好吗 白衣内心解释道 只有斯明拥有最厉害的身手 才能保护公主的安全 故意含宠溺地揉了揉诺诺的小脑袋 接着温柔地说道 诺宝 爹爹也是为了你 不将叶斯明培养成最厉害的侍卫 如何保护你 诺诺灵动地眼眸转了转 乃声乃气地说 那 最厉害的侍卫 也要和我心意才行呀 爹爹 不如你让斯明哥哥跟着我吧 我和他多接触接触 比训练斯明哥哥更重要呀 故意含看着如此萌萌的诺诺 下一秒 他大手一挥 诺诺说得对 让叶斯明不必训练了 即日起就陪着诺诺吧 而白衣一脸担忧 陛下这样合适吗 斯明并未学过任何理议 反观故意含 此刻已经完全沉浸在和诺宝的贴贴中 随即 白衣一脸紧张地看向叶斯明 生怕他说反对 引起龙颜大怒 可只见叶斯明微微弯腰 表示自己接受 站在一旁的白衣和太监 两人终于是重重呼出一口气 此刻的叶斯明眉眼微扬 不知自己为何答应得如此痛快 可以想到站在顾诺儿身边守护他的人不是自己 心里竟然觉得莫名烦躁 三岁的小奶娃 竟是小井里先转世 自带井里红韵 诺诺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特一个好朋友 未来一周你也拥有她的井里红韵 次日 天高蒙蒙亮 顾诺儿一睡醒就被乔贵妃抱了紧 小家伙睡意朦胧 张开小嘴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紧接着顾诺儿色缩在乔贵妃怀中 娘亲 好冷哦 我们这是去哪啊 随后乔贵妃笑着道 诺宝 娘亲今日带你去探望皇后 并且娘亲带你去 是给你皇后娘亲 选宫女的 因为小家伙的福音连连 乔贵妃非常信任她家顾诺儿 但凡顾诺儿亲近的 喜欢的 今日都可以留下 只见诺诺懵懂得点头 软软地问道 娘亲 那 诺宝算是帮忙吗 乔贵妃笑着道 是啊 怎么了 随即诺诺笑出一口可爱的小白牙 眼眸中闪烁着小星星 既然是帮忙 娘亲怎么好意思 不给诺宝辛苦费啊 诺诺要两颗糖糖 四名哥哥喜欢 我想给她留着 不一会儿 乔贵妃和诺诺 已经到了皇后娘娘的宫殿外 此时公务司的管事太监 早已带着四个宫女等在台阶下 乔贵妃正欲涉及而上 突然原本斜插在 乔贵妃发际中的欲拆 从发丝间滑落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并从中间断成两截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乔贵妃微微皱眉 按道一声不吉利 可下一秒 一名宫女快步上前 双手从地上捧起断拆 紧接着不卑不亢地说道 恳请娘娘将这吉利的簪子赐给努力 随即乔贵妃挑起柳叶眉 端的是一副审视 钗子断了 寓意不好 你怎会说这是福气呢 只见宫女声音清脆 因为这是从娘娘身上掉下来 摔在地上变成两段 证明这钗已经不及过 接下来只要奴婢将钗想办法重做修复 便是沾了娘娘的福气 好运自然源源不断了 听闻此言乔贵妃很是满意的样子 将她记在了心里 而诺诺看了几眼 没有说话 唯有漂亮精致的眼眸中 泛着波光 其实在她的眼中 这名宫女周身黑气环绕 姐姐有点坏坏 于是诺诺目光又扫向 跪着的其他三名宫女 随后小手 指着最后面的一名宫女 蓝宝石般的大眼睛闪烁着小星星 这时乔贵妃微微昂首 询问起了这名宫女的信息 而管事公公有些善善 随即介绍道 这宫女名叫穆书珍 就是之前卷入了一场 压圣之树的左城郎木大人的独女 而此刻的诺诺已经哒哒哒的 跑到这名宫女的面前 这时 叶斯明突然拦在了诺诺身前 穆书珍浑身一抖 声音打颤地说道 公主奴婢不敢 不敢造次 而在穆书珍的眼中 叶斯明背后浮现着 一只由黑流组成的巨大狼王 面露凶光 似要责人而逝 如果自己过去的话 绝对会被杀了吧 三岁的小奶娃 竟是小警理先转世 自带警理红运 诺诺说谁在评论区夸她一句 就帮谁带走梅运 此刻跪在地上的穆书珍瑟瑟发抖 在她的视角中 一只狼王在眼前环伺 随时会一口咬死自己 而一旁的太监还在呵斥倒 公主让你过去你都敢捂你 此刻的诺诺跑到穆书珍身前 想声道 穆姐姐 你是修道之人对吧 穆书珍文言诧异不已 自己进宫以来 还是第一次被人发现 下一秒 诺诺又笑容灿烂地说道 你身上有清光 诺宝知道修道之人身上都会有光 随后诺诺望着穆书珍又说 书珍姐姐故意跟着过来 难道不是因为 看到那个叫阿云的姐姐身上 没蕴缠身吗 书珍姐姐这么关心大家的安危 我觉得你是好人呀 所以要留在皇后娘亲身边哦 只见穆书珍这次彻底惊住了 小公主虽速来就有天赐乖女的传闻 但她才三岁 没想到已如此厉害 紧接着乔贵妃看了穆书珍一眼 心中只觉得她不如阿云聪慧 但是女儿喜欢的 便也没说什么 就在这时 一位宫女来抱 娘娘 皇上说有事需要公主立刻前去 听闻此言的诺诺 小手插腰 一副半世小能手的模样 片刻之后在宫女的搀扶下 上了马车 就在这时 叶思明终于忍不住询问起姑诺 你是备受宠爱的小公主 发现谁有问题 直接跟贵妃说不行吗 只见诺诺耐心解释道 虽然娘亲很相信诺宝 但是随便提要求 还是会被当成任性的 本诺宝可是很注意口碑的哟 听闻此言 叶思明忍俊不惊 调谈道 你才多大 能有什么口碑 下一秒 诺诺鼓起小腮帮 奶生奶气地反驳道 诺儿有 诺儿一向都是 乖巧懂事的公主 此刻的叶思明 想着顾诺儿刚才的样子 小小一只气鼓鼓的 像个小安唇 她是无情冷酷的暴君 但在洗了一穴后 却成了言听计从的女儿控 还说如果不想被关拆带子 就在评论区夸她诺宝一句 此刻的诺诺乘坐着轿子 与叶思明互相打去肩 不一会儿 已经来到御书房 只见御史台张大人 唱微微的恭定鼎奏 如陛下所料 那富商纪勇望 确实花钱买官 冒名顶替寒门学子 并且刚进京 就大肆操办宴席 为自己接风洗尘 同时发帖邀请了部分官员 微臣也在其内 臣可以假意恭维 从而套话些许 看看能否发现端倪 还未等御史说完 顾一涵直接打断道 不必了 朕已经决定 顶替你的身份 带诺宝前去赴宴 闻言张玉史一惊 陛下这可如何使得 必来您和公主身份尊贵 二来受邀官员中 有一些认得您 只见顾一涵漫不经心地说道 那一日认识朕的官员 让他们集体不来 而一旁的诺诺眼眸中 更是兴奋地闪烁着小星星 片刻之后 顾一涵走出御书房 诺诺伸着小手 跑向叶思明 乃声乃气地嚷嚷着 思明哥哥我们去玩吧 随即顾一涵嘱咐道 诺宝今日下雪 别去太远处 只见诺诺手舞足蹈地说道 爹爹 诺儿带思明哥哥去狮虎山 看小喵喵 可下一秒 随着俩人逐渐走远 诺诺敲咪咪的小声道 嘘 思明哥哥我们出宫玩去 降压降肘子 胸口碎大石 等着诺宝 此刻的顾诺儿 显得很是开心雀跃 蹦蹦跳跳地走在叶思明前面 然而下一秒诺诺突然停住不走了 紧接着伸出自己的小手 乃声乃气地说道 宫门离得还很远呢 思明哥哥 要抱抱 走不动鸟 此刻诺诺撒娇的样子可爱到爆炸 而只见诺诺诺促身看他一眼 正准备坐视不管 随即诺诺眼眶里蓄出痘大的泪珠 委屈巴巴地说道 思明哥哥 我手都举累了 下一秒 叶思明貌似也招架不住诺诺的门里 弯腰抱起顾诺儿 紧接着对怀中的诺诺淡淡说道 止路 随后两人坐着马车 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大街上 突然马车猛地一晃 他们的马车竟被追尾了 随即叶思明探出车帘 瞧着外头的形势 只见一辆豪华的马车上竖着一根记字大旗 车头前站着一个纹裤子弟模样的人 身后还带着两个打手式的家丁 此刻马车上的诺诺气鼓鼓的 这个人好讨厌啊 随即叶思明森然一笑迅速下车 竟直走到纹裤子弟面前 下一秒他竟直接将丸裤踢了下去 要说叶思明也是个硬茬子 什么都不说 上来就动手 此时刚反应过来的俩家丁 一脸凶狠地逼近叶思明 反观叶思明细血地朝俩人勾勾手 小爷我赶时间 你们一起上吧 他是小警理先转世 自带警理红韵 让暴君爹爹成为了百依百顺的女儿控 诺诺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杨了个杨 或爱退一个好朋友 今天你立马过第二关 骄横的丸裤万万没想到 叶思明上来二话不说 就直接将他扔进了溪水中 片刻后 反应过来的恶仆们 举着棍棒逐渐逼近叶思明 下一秒 只见叶思明打的这几名恶仆 毫无反省之力 而在他被牵制住的时候 没想到有一个恶仆竟跑向了马车 奔着顾诺而去 然而此刻的诺诺端庄地坐在车厢内 脸上没有丝毫惊慌之色 当这名恶仆看见诺诺的那一刻 顿时脸上浮现出一抹坏笑 紧接着说道 抓回去 给自己当个童养席 也不错呀 恶仆话音刚落 只见诺诺微微叹息一声 随即他的身上飘散出淡淡的银白蓝色 紧接着诺诺微微打了一个响指 就听见吹香外的马儿一阵思明 一个撂卷子直接踢中了那名恶仆的脊椎 顿时 恶仆被踹出好几米远 瘫倒在地 口吐鲜血 一动不动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可把一旁的恶仆给惊呆了 还不带他反应过来 叶思明就已经闪身来到他的面前 下一秒匕首迅速划过恶仆的手臂 随即带起一串血花 叶思明紧接着又是一脚踹在了恶仆的肚子上 然后一个转身 帅气地落地 数不尽的少年血一风流 只见刚刚还骄横叫嚣的恶仆 现在已经鼻青脸肿地跪倒在叶思明面前 口中大喊着 好汉饶命 我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不会走路的孩子 叶思明蹲在他的身前 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可下一秒 突然感觉自己的眼神一阵恍惚 不好 是血的气味 血脉里流淌着的暴动狂躁 一瞬间被唤醒 甚至想到了从修罗镜里爬出来的时候 那万万妖魔流出的鲜血 此刻叶思明的眼眸赤红 已变成了诡异的舌头状 缓缓举起匕首 走近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恶仆 口中还喃喃道 妖魔不可留 杀光你们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阵寒风吹来 带来的那边小家伙身上甜甜的奶香 叶思明嗅觉灵敏 刹那间就捕捉到了 下一刻 他赤红的舌头又缓缓变为正常 朝顾诺儿的方向一瞧 小家伙正睁着一双好奇的水眸 一脸担忧地看着他们 叶思明不由地想到 上次杀一只麻雀 他都能被吓哭 这次若是见我杀了人 他又要哭成什么样子 我尽不忍心看到他哭伤心的样子 三岁的小奶团子 带着最喜欢的思明哥哥 来吃自己最爱吃的高高 诺诺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高高 或艾特一个好伙伴 你喜欢的人 今晚就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 那个顽固公子看见叶思明 将他的人都打趴下 更是气急败坏 你这刁民敢不敢报上姓名 我找机会整死你 尽管身后的谩骂声不断传来 可叶思明恍若未闻 而是静止走到诺诺面前 温柔地询问 刚才下着眉 但此刻的诺诺也不知为何这么兴奋 一边挥舞着小粉拳 一边奶声奶气地说道 思明哥哥 你的身手真好 叶思明不动声色挑了挑唇 或有些傲娇的冷笑两声 此刻的诺诺粉嫩乖巧 一团喜气似的歪着小脑袋 思明哥哥我带你去吃诺 而最爱吃的高高 在他们走后 顽固子弟还呆呆地站在原地 随即脸上流露出阴冷的笑容 随手指了一个小丝 你去跟着他们 剩下的人随我回府叫打手来 我就不信 弄不死这两个乳秀未干的孩子 方才差点死在叶思明手中的 那个家丁却怕了 他刚才可是清楚感觉到 那少年是真的想杀了他 少爷咱们耍横的 不能招惹不要命的呀 可家丁华音刚落 脸颊就挨了顽固少爷的一巴掌 只见少爷怒斥 尽管去 出事了有我爹顶着 你们要是敢不从 我就先打死你们 此刻诺诺思明两人 已经来到了茶楼 诺诺像个小巷党似的 给叶思明讲述着 这个茶楼人不多 对客人好 糕点也好吃 随即叶思明淡淡地说道 糕点很好吃才是重点吧 而诺诺装作没听见的样子 招呼他快坐下 掉一壶上好的普洱茶 绿豆糕 果酥 诺儿每个都想要 算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诺儿干脆每种糕点都点两个吧 叶思明坐在顾诺儿的对面 看向窗外 随即他的目光 落在下方不远处的石周棚 这是在第一集的时候 诺诺给故意含提的建议 叶思明目光略向 最前面发周的地痞无赖 虽周围有官兵镇守 但他们动作粗鲁 做着石周这样的好事 却无半点好面色 叶思明摇了摇头 下了判断 多此一举 下一秒顾诺儿坐直小身子 我早就猜到有这种可能 所以今日 不是让思明哥哥陪我来了吗 此刻的顾诺儿 睁眼了他那蓝宝石般的大眼睛 思明哥哥等会咱们扮成乞丐 去假装要周吧 她是嗜血暴君最宠爱的小公主 天将井里先转世 自带井里红韵 今天却扮成乞丐要周喝 诺诺说刷到此视频 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艾特一个好伙伴 未来一周 怎么熬夜都不会长到 当叶思明得知诺诺 想要假扮乞丐 却要周时 心中些微吃惊 思明长眉下一双赤目 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小家伙 她从生下来就是娇生怪娘 下雪天出来 皇帝贵妃都会担心她冻着 小家伙也一向娇气 但看似娇贵的小公主 为了体察民情 竟愿意假扮乞丐 叶思明忽然觉得 有点看不懂顾诺儿了 她才三岁 行事作风 却像是有着自己的主见 随后 诺诺抓着一个金元宝 递给小二 小二 帮我找一对乞丐 借两套衣裳 要适合我和哥哥穿的哦 俗话说有银子好办事 变小二很快按照诺诺的要求 借来了两身衣裳 并嘱咐道 回头还给后相刘家就行 不一会 一对贫困的兄妹 就出现在领州队伍的最后面 叶思明冷眼打量半天 忽然说道 来领州的 居然都是青年 没有一个妇孺老索孩童 也许是因为现在天寒地冻 所以老人小孩子们 都在家里休息 诺诺时不时小粉唇 呼出一口白雾暖暖自己的小手 叶思明恰好注意到诺诺这一举动 便拍了一下诺诺小脑袋 告诫她 站着别动 说吧 便转身就走 不多时 消失在街道拐脚 这时 前头的男人回过头来 瞧着身后这么一个 萝卜头大小的女娃娃 小姑娘 你就和你哥哥俩人来药粥 男人三十岁上下 穿着对金长棉袍 瘦削得脸颊深凹 有一股老气沉沉的书生气 诺诺仰头 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口气软糯 家里人都不方便 就只有我和哥哥来了 男人忍不住叹气 压低声音 小姑娘 伯伯跟你说 现在你就回去吧 一会儿啊 我帮你去药 你和你哥哥就这么去 是药不到粥的 这群无赖让你在这边领了粥 走到拐脚 就会被另外一群乞丐抢走 顾诺儿弯了弯眼眸 显得十足天真可爱 伯伯不用担心 我哥哥很厉害大 他们抢不走 就在这时 叶思明回来了 他发烧沾着风雪 走在银白色的宿锅里 气质沉如一顶 即将出销的宝剑 拿去吃 一个热乎乎香喷喷的红薯 递到了诺诺面前 这个刁民静胆调戏 大气国唯一的公主 还把思明哥哥送的红薯 打落在地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均可一人踹他一脚 帮诺诺出出气 此刻诺诺拿着小碗 走到地痞面前 可怜巴巴地说道 叔叔请给我们一点粥喝吧 可谁能想到 这地痞静一脸尖笑地说道 哟哟哟 还喝这撒娇呢 想喝粥啊 过来让叔叔亲一口啊 说吧 便伸手打掉 诺诺手中的小碗 碗中的红薯 也随之掉落在地 诺诺呆呆看着 空空如也的手 随即伤心欲绝的 哇哇大哭起来 他白玉色的小脸上 挂着两串泪痕 逗大的泪珠子 从面颊上不断滚落 将他一张精巧玲珑的小脸 衬出几分无助和可怜 正当地痞觉得诺诺过躁 举起拳头想要教训他的时候 突然一块石子 砸在了地痞尖头 谁 哪个不长眼的 方才站在诺诺前面的那位书生 本一直在旁边等着顾诺 就是怕他和那个少年年纪小 被这无赖欺负 果不其然 让他看见这一幕 而此时从前 被这些地痞无赖 抢过周米的青壮年们 也是纷纷纷纷不平地说道 你还是人吗 丧尽天良 这边的躁动立刻引来了观眼 见叶思明和顾诺儿年纪都不大 而且小姑娘还哭得这么可怜 熟是熟非 一眼就看清楚了 片刻后 小家伙眼角还挂着泪珠 尤其是委屈巴巴的样子 让人看得着实心疼 叶思明安慰道 别哭了 红薯再给你买就是 可诺诺一直用小手揉搓着眼睛 也不搭理叶思明 就在他想着怎么办 要怎么哄诺诺的时候 下一秒诺诺转头 给思明一个甜甜的微笑 思明哥哥是不是紧张诺儿了 叶思明顿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当诺诺看了两眼泥烧水多的粥 他细细的小袋眉马上皱了起来 这么稀的粥 就犹如喝了一碗水下去 根本没办法填饱肚子 他仰起头 对叶思明道 思明哥哥 我们现在去把这身衣服还回去吧 叶思明怀抱着诺诺走进了东巷 带两人走到刘家门口 叶思明忽然眉头一皱 他天生警觉 此刻发现巷子里安静的有些不正常 随即便开口说道 我们改日再来还衣服吧 就在他话音刚落不久 身后迎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两位小姐少爷 你们就是来还衣服的吧 见他笑得饱满 几乎都看不见眼睛的模样 小家伙不由地想到 爹爹给他读的一个故事 顾诺儿小手用力扒到叶思明的肩膀 敲咪咪地在他耳边说道 这个人 好像故事里的坏蛋大灰狼 叶思明眉眼不动 神情莫测 薄薄的唇挑起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 他低声回应 遇到大坏狼你打算怎么办 洛洛挥舞着小粉拳 当然是把他们都打趴下了 下一秒 叶思明刚一走进院落 四面八方就走出十几名 拿着铁器的打手 这群地痞竟不知死活 想谋害大齐国唯一的公主 口中还叫嚣着 王法算什么东西 天大地大 季家最大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十月一都放九天甲 叶思明刚一走进院落 就见四面八方走出十几名 拿着铁器的打手 一瞬间挤到刀器 鞋裹着进风袭来 好在叶思明早有预备 只见他微微掠步 就轻而易举躲开了偷袭 鬼手带头的中年男人反应过来 立即喝声 去抓他怀里那个女娃娃 一时间 所有的刀光剑影 全部冲着顾怒而来了 叶思明咬牙在他耳边道 小家伙闭上眼 我要开始杀人了 而此刻诺诺周身 银白蓝色光滑环绕 眼眸深深 样出一圈圈涟漪 随着他小手缓慢收紧 又砰的一下张开 这些人的脚底土地 便裂出条条大缝 一阵地动山摇 紧接着地面便猛地下沉 凹陷出一个大坑 方才的那些打手 顿时掉进了坑里 摔得一阵哭天喊地 但强烈的地动山摇 也让原本叶思明所处 位置不安全 直直朝坑里坠去 惊险之际 他下意识将顾怒而扔向对面 小家伙急忙呼唤 思明哥哥 思明哥哥 而此时洞中 没有了顾怒而在一旁 叶思明手捏着方才那男人的脖子 轻轻一拟 便听了骨骼碎裂的声响 男人还来不及 发出一声惨叫就隔屁了 突然洞上方掉落一根绳子 砸在了叶思明头上 就在这时 头顶上方传来小家伙的声音 思明哥哥 快上来 我拉你啊 叶思明一正 抬头看去 洞坑上 小家伙居然不听他的劝子 自己趴到了边缘 顾怒而小脸不知蹭到了哪里 留下一抹脏灰 领子上和发烧中还沾着泥土 但他眼眸大而明亮 闪烁着点点波光 顾诺儿努力地朝他伸着小手 半个身子都快探进来了 突然 坑洞边缘石块滑落 眼看诺诺要跌落下来 几乎是电光祸石的一瞬 诺诺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 便被叶思明抱进了怀里 思明哥哥好厉害啊 动作好敏捷 顾诺儿还来不及拍着小手叫好 头上就传来斥责 你是傻吗 我让你逃了 你又回来干嘛 你显示被摔死 知不知道 小家伙抬起头 看见叶思明眼中的娇怒 他扑上眼睫 诺诺地说 思明哥哥还在底下 诺儿就不能走 诺儿说过要当思明哥哥的家人 就绝对不会抛下你的 哪怕叶思明再坚如磐石的心境 在这一刻也出现了一丝动容 三岁的小奶团子和嗜血冷酷的爹爹 微服私访来到富商季勇望府中 他们要亲自会会这骄横跋扈的富商 凡是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的 未来一周 怎么熬夜都不长动 正在叶思明正正出神之际 各位官爷就是这里 我听到里头喊打喊杀了 叶思明夜下滴溜着诺诺 快速溜走 诺诺一张粉嫩白皙的小脸上 一对水眸灵动扑闪 思明哥哥 等回去之后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今天的遭遇哦 明月爹爹就要带诺诺去技嘉的宴会了 这些事可以明天一起说 叶思明心里想到 没想到小东西还知道秋后算账 你思明哥哥刚才是不是笑了 你看错了 叶思明悄悄策眸看诺诺一眼 顾诺儿拦眸灵动 乖巧可人 顾诺儿以后不要为了我受伤 我会讨厌 没有办法保护你的自己 次日一早 继府家宴当日 继勇望作为有名的富商 出来京城 排场办得很大 但奇怪的是 这些官大人到了今早 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不了了 这段先前第十五集有交代哦 顾一涵和诺诺带着都帽 假扮张玉使和情女 准时来到继府 顾一涵抬头 看着继勇望宅子上的布置 都冒下的她 薄唇勾起森森的笑意 物资低语 短短半个月 就见了这么奢华的宅子 果真是富得流油 说吧 她低头 对着乖女儿的耳边轻声道 诺宝 爹爹看见一个熟人 现在你我二人分开行动 若遇到意外 就摔杯为号 我听见就过来找你 可好 顾诺儿早已忍不住要下地了 此时听到顾一涵这么说 小脑瓜刚下猛扁 爹爹 你就放心吧 抓坏坏这件事 她小诺儿就没失手过 随即 小家伙便迈着小脚 哒哒哒地朝右边 小孩子多的地方跑去 某处墙角 叶斯明露出一颗小脑袋 她担心诺诺的安危 悄悄跟了过来 此刻顾诺儿来到一群小女孩面前 诺诺认得其中一个穿黄衫裙子的 是刑部尚书的女儿 叫盛听春 也是之前要把小喵喵扔进水里的坏坏 旁边的女孩是继辅小姐 正在对盛听春介绍到 她是张玉使大人的女儿 因为生病所以带着斗梦 闻听此言的盛听春一脸嫌弃 生病了还来蹭饭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 只见诺诺眨巴大眼睛 声音软弱 生病怎么了 姐姐你从不生病吗 爹爹说过田里的牛牛不容易生病 你难道比牛牛还强壮吗 何况我爹爹说了 不是我们要来的 是季家邀请的 你不喜欢 就让季家把我们赶走啊 盛听春从未被人当面这么反驳过 听顾诺儿这样说 她顿时就生气了 这两个小女孩竟然以活人当玩具 并窜多诺诺跟他们一起玩 还说谁不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特一个好朋友 她就是下一个把 盛听春被顾诺儿反驳之后 顿时就生气了 管家见状 连忙朝祭府的小姐倾可两声 眼神不住的示意 他们老爷既勇望刚来京城 虽说是扒着刑部上书的大腿 但到底也还是要结交其余人脉 于是季兹连忙叫人将玩具戴上来 没过一会 季府丫鬟就将三个伤痕累累 逼着单薄的少女带了上来 他们的脚上挂着铁链 衣衫蓝绿 能看见皮肤的地方 上面遍布青子的痕迹 只见盛听春缓缓从袖中掏出一只箭矢 语气挑衅地说道 把他们当靶子使 我就让你留下来蹭饭 顾诺儿眉头一皱 小脸上泛起不高兴 迟迟不肯接见 反问道 可是他们都是活人啊 季兹仿佛没明白他的意思 解释说 这些箭头都是经过处理的 根本杀不死人 玩法就是 看谁不顺眼觉得不喜欢 就朝他射箭 诺诺低头 小手摸了摸箭头上的凸起 射是射不死 但砸在人身上 也要轻一块子一块 怪不得他们身上伤痕累累 此刻诺诺心里的怒意比刚才更甚 防缓拿起弓箭 盛听春侧头笑名利道 瞧他这一副小胳膊小腿 弓箭能不能拉开都是个问题 季兹暴毙 一副就等顾诺而出丑的样子 谁知 诺诺小手拉开弓箭 不仅显得轻而易举 还将凸起的盾头 对准了季兹和盛听春 他俩人不怀好意的笑顿时 僵在了脸上 诺诺歪头 水眸波光炼焰 不是说射不喜欢的那个就行了吗 听春姐姐 我看你不顺眼啊 说吧 他小手一松 盾箭搜个人下飞了出去 盛听春一声惊呼 连忙扑向一旁 箭矢堪擦着两人中间飞过 哎呀 这次失手了 下次你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诺诺声音娇软 但说的话却让人毛骨所缘 说吧 他再次举起顿剑 都冒下 小家伙轻轻一笑 跑起来啊 不然我就射中了 顿时周围的龟秀们响起雌七笔伏的尖叫 慌暗地四下奔逃 蛮横跋扈的鸡家大少爷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呲牙咧嘴嚷嚷着要打一顿的小女孩 竟是当朝是血暴君的宝贝闺蜜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均可进入前排吃瓜席味 给人手一杯奶茶一块西瓜 仙道仙德 济资盛听春抱头鼠窜 还不停地尖调 家丁啊 拦住这个疯子 下时 院内骚乱起来 一群手持棍棒的家丁们正准备冲上去 涅斯明一个闪身挡在他们的面前 身形挺拔 冷静地说道 你们休想过去碍事 既勇望的大儿子既同意 连忙快不敢来 他一脸嚣张不满 大声吼道 哪个不要命的 敢在我们府上乱来声势 诺诺看见他 眼前一亮 正愁没看见这个坏蛋在哪呢 这人就是那日 故意撞他们马车的坏人 就在这时 他余光看见 行不上书 既勇望还有自己跌跌 一众人匆匆赶来 诺诺目光一转 顿时有了别的主意 谁也没看见 他粉如桃花的唇半微微动了动 那边既同夜正怒气冲冲地朝顾诺而走来 脚步忽然停住了 感觉自己吸入了什么东西 紧接着自己的右手缓缓抬起 卯足力气给了自己一个大蚊子 清脆的声音惊呆了在场的众人 既勇望冲到面前关心 儿啊 你没事吧 谁就既同夜大喝一声 一拳打在了他爹既勇望的左眼上 他好像看见的不是他爹的面孔 而是之前被他害死之人的怨灵 他骑在既勇望身上 手不停挥拳 叫嚣着要打死他这个死鬼 懦懦步子退了退 站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才轻轻拍了拍手掌 声音刚落 既大少爷眼前陡然清明起来 方才挣扎狂叫的情绪也将在脸上 他看着对面不远处 捂着脸喊疼的父亲 一时懵圈了 我 我干了什么 爹 我刚刚真的看见冤魂索命 昨日死了的那老三老四 跑回来找我了 既勇望面色一变 余光看了看周围驻足的宾客 死孩子胡说些什么 哪有这种事 未来老丈人和未来女婿 为了争夺诺诺诺更多的宠爱 初次暗暗较劲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爱特一个好朋友 立马有人请你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既勇望他万万没想到 既同夜这个女子 进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他爷俩的丑事 顿时心虚地紧张起来 死孩子别胡说 哪有 哪有这种事 可他话音刚落 一旁就有一道软弱可爱的小奶鹰插嘴呢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众人朝声音源投出看去 竟然是个头戴动吗 双手插腰的女娃娃 模样酷似一名女侠 只见他条理清晰地说道 之前这个技大少爷 故意撞别人的马车 谁知碰上了一个厉害的哥哥 三两下就被对方扔下了桥 于是技大少爷怀恨在心 又集结家丁去找别人麻烦 谁知家丁们踩着洞坑 全部掉下去了 被官府的哥哥们拉起来的时候 还有活着的呢 但技伯伯大概是不想事情闹大 才把他们都害死了 不然这些鬼鬼 为什么只找大少爷呢 一旁的刑部尚书 发现事情苗头不对 顿时录制道 够了 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孩子 大庭广众像妄图造谣声势 还大放厥词 于情于理都应该将你打一顿 扭送官府 诺诺小嘴一扁 不满又委屈 凭什么打我啊 你们横行霸道 又囚禁小姐姐们虐待 你们还是该挨打的大坏蛋 说吧 泪眼婆娑地望向自己跌跌 顾一涵将诺诺抱起来 顾在怀中 森冷一问 圣纯 你果真没认出我是谁吗 刑部尚书一愣 就在这时 顾一涵掀开沙帽 诺诺像个小恶魔一样 挂在顾一涵身上 刑部尚书总算从疑惑中回过神来 扑扑一声跪下 瑟瑟发抖 黄 皇上 顾一涵冷声道 继勇望打入大牢 秋后问斩 圣纯为虎作娼罢免官职 一连九足 全部流放 还有今日参宴的所有人 名字全部挨个登记下来 真要好好看看 这里到底有多少包藏货心的东西 诺宝 爹爹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诺诺奖励给顾一涵一个大大的亲亲 爹爹坠棒了 而一旁的叶思明看着父女两个其乐融融 顾诺儿 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一个该得到奖励的人 顾一涵似乎觉察到了叶思明的目光 顿时心生警惕 他是想抢走阵的诺诺吗 就在两人都胡思乱想之际 一阵咕噜噜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诺诺一手牵着一人 乃声乃气地说道 诺宝决定了 带着爹爹去思明哥哥家蹭饭 他是能一人喝倒文武百官的大气皇帝 初次和自己未来女婿拼酒量 却被灌醉在桌子上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爱特一个好朋友 未来一周 怎么熬夜都不长动 就在不久前 诺诺提议去思明哥哥家蹭饭 随后 三人乘坐马车很快来到将军 不疑会白衣将军和他夫人就匆匆跑来 皇上 您怎的来钱 也不派人智慧一生 末将好去迎接 故意含怀抱诺诺 笑说 这一向喜欢杀个措手不及 你又不是不知道 诺诺饿了 让夫人简单准备两个小菜吧 说吧 又眼神不善地撇向夜思明 这让白衣夫妇有些不明所以 白衣悄悄小声询问夜思明 和陛下公主相处得还好吗 思明淡淡道 可能好 可能不好 白衣更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没过多久 一桌子琳琅满目的佳肴就被端了上来 诺诺伸出自己的小手 瞄准了桌上的大鸡腿 颤颤巍巍地想要自己夹起来 故意含心里想着 诺宝努力练习是准备夹给我吃的吗 可下一秒 就见鸡腿进了夜思明的碗里 此刻的故意含醋坛子已经完全打翻了 这小子 竟然还不跟朕的女儿说句谢谢 随后 故意含微微挑眉 少年郎 你会喝酒吗 夜思明听言 静静说道 酒量尚可 好 白衣 把你的酒都打开 朕今日要跟你的杨子一醉方休 只见故意含说吧 白衣和白夫人迟迟未动 这皇上要欺负小孩了呀 奈何故意含到底是皇上 见白衣迟迟不动 他挑都没封 怎么 白衣 以背震的话有意义 末将不敢 只是 只是思明到底年纪也不大 末将担心 他话还没说完 夜思明已经自己起身 端起酒坛为自己当上满满意义 紧接着养头面不改色地喝完了 顾意含大笑服长 好 海亮 白夫人还在担心 相公咱家酒练 皇上和思明这么喝能行吗 白衣旁偷偷竖起大拇指 想当年 皇上可是一人喝趴下满朝文武百官的 汉相正在争风相对的两次 他们也只能在一旁赶着急 酒过三巡 顾意含英俊的眉眼下 一片酒后红侠 上酒 朕还能喝 话音未落 东一声 脑袋磕在桌子上 喃喃自语地睡了过去 孤傲小狼狗竟也抵挡不住诺诺的蒙逆 主动索要起给自己的奖励 诺诺黑身扑进思明怀里 那 思明哥哥的奖励 鸡腿味的波波 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 或爱特一个好朋友 你的心上人也立马给你一个大大的奖意 一炷香的功夫 打翻醋坛子的顾意含 我这就去准备醒酒汤 白衣连忙架着顾意含的胳膊 排着皇上出去 还不忘回过头来叮嘱叶思明 你照顾好公主啊 只见叶思明压根没有半分醉酒的样子 反而淡定地吃起了菜 诺诺目光挪向他右手边的大碗 里头还有两三口酒水 好像很甜啊 爹爹和思明哥哥喝的时候就像饮水一样 他敲咪咪地伸出小胖手 打算把叶思明的大碗勾过来 异常为快 突然 一双筷子挡在了他的面前 叶思明清零零的冷目扫来 你想干嘛 我就是想看看什么样的坏酒酒 能把我爹爹喝趴下 叶思明仿佛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看也不行 尝更不可以 懦懦撅起小嘴 爹爹说了 凡事都有突发情况 万一以后有人要找我饮酒呢 你现在给我尝尝 我也好知道是个什么味道 叶思明目不挟失淡淡说 我会有这样的时候 找公主喝酒的人 我会先杀了他 叶思明定定地扭头看来 皇上并非赌气才与我喝酒 他想看到我喝醉之后也能保护你 并非助你饮酒 明白 还有 今天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比如我的奖励呢 下一秒诺诺飞扑进叶思明的怀中 那 思明哥哥的奖励 鸡腿味的波波 刚才醉裂的酒也没能让叶思明脸红半分 而此刻他的脸颊却布满红霞 诺诺又奶生奶气地说道 思明哥哥 我们出去玩吧 叶思明宠密地摸着诺诺的小脑袋 好 一切都听你的 不多时 两人就来到繁华的街市 带到了一个唐人摊子前 诺诺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 然后扭头看向叶思明 指着唐人摊子 思明哥哥 诺儿想要这个 可叶思明在怀中一阵摸索 糟糕 竟然忘带银子了 可不能让小家伙失望啊 随后嘱咐道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 我去去就回 当井里小公主 遇到有八百个新眼子的风流海王 又会擦出什么样的水花呢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艾特一个好姐妹 均可开启必扎体制 就在刚刚 叶思明在身上一阵摸索 发现自己竟然忘带银子 就让诺诺在原地等他 说去去就回 可诺宝一路追追追 没出意外的小短腿跟丢了 凌凌乎呼呼来到了一棵大柳树下 突然抬头 发现树后有人 身形酷似自己的思明哥哥 诺诺好奇地躲在树后 看出头去查看 一个穿着颈球胡绒领的男子 正背对着他 安抚一个怀中在微微抽气的姑娘 从背影和衣着来看 不难瞧出 男人出身富贵 诺诺微微睁大眼 好奇不已 硬和 你别瞎想 我最爱的就是你了 跟那张家小姐 完全是爹娘安排 我对她哪有半点真心呢 那你为何还要送她簪子呢 还跟送我的 是一模一样的 这都是外界的谣言 这京城里爱慕我将小侯爷的人 不知有多少 你是我唯一真爱的姑娘 既然如此 那你与张家退婚 与我成亲和好 诶 男人一拍心口 小彩一块石头 语气充满凌云壮志 可我志愿就是像父辈一样 征战沙场 为国效力 匈奴为灭 何以加为 硬和眼神明亮 更加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人 轻轻打了小侯爷一拳 便捂着脸快不跑了 然而 没过一会 另外一个姑娘出现在小侯爷身后 但此时此刻 脸上神色并不好 刚才哭着跑远的姑娘是谁 你可别告诉我婚约在即 你还在跟别的女人 不亲不出搞暧昧 下一秒 方才还对硬和 深情款款的小侯爷 竟然变了一副嘴脸 刚刚我喊她来 就是让她不许再纠缠我 我心里 只有锦鱼你一个人 锦鱼面色一红 很是羞奶 此刻诺诺在树后听的 以小拳头捏紧 决定让小姐姐们看清楚真相 利用法术操控的小鲤鱼 将刚才跑走的硬和 又拍回了树下 她恰巧看到 将小侯又种种地轻轻握握 硬硬硬和你怎么又回来了 她本是时间管理大师 罗某祥大气分享 却因诺诺的一句话 老马施了题 约会现场秒便撕扎火葬场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爱特一个好伙伴 君可串花心大萝卜一脚 此刻硬和抬头 正看见她的如意狼 怀抱另一名女子 你浓我浓呢 江郎 你不是说对她没有半点真心 都是父母安排迫不得已 说一定会来娶我的吗 你现在这是在干嘛 硬和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听我跟你解释 将小侯爷正欲上前安抬硬和 就见张锦鱼双手暴毙 冷冷开口 娶她 这就是你口中一正言辞的拒绝 不是锦鱼 你听我给你狡辩 不是 你听我给你解释 此刻的诺诺实在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大声吼道 小姐姐们 不要听这个坏坏的 这个花心大萝卜 先跟硬和小姐姐说 对锦鱼小姐姐是虚情假意的 反过来又跟锦鱼小姐姐说 是硬和小姐姐死缠案打赖着她 反正错都是你们两个的 她可无辜了 毕竟了 江小侯爷恼羞成怒挥拳打来 诺诺不慌不忙 身前荡汽水拨纹 下一秒 江小侯爷一拳打在了保护罩上 呕的一下 瞬间被弹飞了出去 诺诺落入水中 诺诺小手一摊 一脸无辜的模样 坏坏你自己看看 这下遭报应了吧 江小侯爷狼狈地趴在岸边 嘴中还叫嚣着 你给我等着 我上去就撕了你的嘴 突然 硬和和锦鱼站在她的面前 你的两面三高 背信弃义的渣男 就你 人美心上还专情 我看其实是 无能狂怒还欺负小朋友吧 还想上来 在河里好好跟王八落客去吧 说吧 两人不约而同地抬起脚 又将将萧然踹了下去 随后 硬和和锦鱼蹲下身 为感谢诺诺帮他们认清渣男的面目 想要邀请诺诺吃点心 但诺诺还要等自己的私民哥哥 便婉言谢绝了他们 不一会儿 三人挥手告别 在他们走后没多久 江萧然也浑身湿漉漉地爬了上来 小女娃 你脚黄了小爷我两段姻缘 我现在就把你丢到河里去喂鱼 话音诺诺 他右手迅速抓向诺诺 突然 被一只手稳稳止住 敢碰他 手给你扭断 来人正是刚赶回来的叶思明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看似外表冷酷的小狼狗 只因诺诺一句 想吃唐人 就在街上表演起了胸口碎大石 还说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唐人见者有色 就在刚刚 叶思明及时赶来 牢牢掐住江萧然的手腕 江小侯爷顿时吃痛喊疼 他刚回京城没多见 一向都是他神龙白吻 别人受欺负的份 今天自己却频频吃饼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 可找到这个下手飞的臭小子 原来跑着来 是还有同伙呀 快赔枕金 不然给你们撒小崽子手都扭断 江小侯爷和诺诺一脸的茫然 随即 叶思明给诺诺讲述 刚才他消失去做了什么 瞧一瞧 看一看 有钱的捧个人场 我这兄弟练的是金钟赵铁布山 谁若能击碎他心口上的巨石 就可以获得白银十两 就见叶思明缓缓走上前 举起小木锤 说时时那时快 猛的一砸 动作迅捷 只听得砰一声巨响 石板应声而裂 躺在底下的男人发出一声惨叫 杂傻班主嘴巴张得可以塞下去一个鸡蛋 糟糕 这次踢到铁板上了 诺诺小手托着下巴分析道 思明哥哥 他们也是无辜的 得救一救他们 他们想要多少钱 好像是五十两 紧接着 顾诺小身子一转 眨了眨水毛 突然抱住江萧然的腿 哗的一声 开始假哭 哥哥你就掏银子吧 二哥哥打伤了人 我们不能就这么跑啊 江萧然欲哭无泪 这什么跟什么呀 还不带江萧然解释 杂傻班主便凶神恶煞地说道 我不管你们兄妹在这里玩什么把戏 赶紧给钱 否则谁都别想走 只见壮汉们将江萧然团团围住 诺诺和思明借机已偷溜出去 那这个给你 哇竟然是唐人 思明哥哥你不是没钱吗 整金应该赔给他们 但是我毕竟碎了大石 他们不想给 我就自己拿了 总之 不想少了你这口吃的 谢谢思明哥哥 思明哥哥你真好 要抱抱 三岁的小奶团子 竟在偷偷描红妆 只为思明哥哥看到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还说凡是打出这个字 你每次都能画出自己最满意的妆 就在不久前 叶思明表演胸口碎大石 给诺诺换来了一个小唐人 但是因为下手太重 被杂傻班主追来 诺诺灵机一动 缠住了江萧然 让杂傻班主 我以为他们是一虎 诺诺思明两人趁机溜走 诺诺奖励给 叶思明一个大大的抱抱 距离诺诺和叶思明上次出去 已过去好几日 此刻 乔贵妃正单手脱下落 休闲看书 今天这天气 可真好呀 诺宝 你从当才就不理娘亲 在做什么呀 只见诺诺和小白虎正被对着乔贵妃 躲在小角落里 乔贵妃心想 这小家伙静悄悄地 必定在作妖 快让娘亲我看看 那 娘亲 诺宝和喵喵很美吧 诺诺和小白虎转过身来 此刻他们的脸上被涂着重重的腮红 乔贵妃心里有些无奈 美的鬼哦 我的天啊 这小家伙怎么就想起来 要迫害为娘这些胭脂水粉的呢 因为诺宝好无聊呀 头顶都要长小蘑菇了 爹爹最近都不准诺宝出去玩了呀 乔贵妃文言 满脸笑一道 你父皇啊 因为拼酒书给了叶思明 正闹脾气呢 估计要等你跌跌这个劲儿过去 我们诺宝才能出去玩 此刻 御书房内 姑一涵突然打了个喷嚏 是谁在想震 可诺宝现在就想出去玩了呀 心想 诺宝好几天都没有见到思明哥哥 就在母女两人商量之际 门外传来一道声音 我的好妹妹 想去哪玩呀 来人正是二皇子顾字堂 诺儿宝贝妹妹 想二哥了没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二皇子这个家伙在读书方面或许不行 但是在带领诺诺赚钱上 那绝对是一把好手 还说凡是夸诺宝的 或艾特一个好朋友 谁就能得到她的真传 就在刚刚 顾字堂来找诺诺玩 并给诺诺带来了 晶莹剔透的血琉璃 一看就是贵重之物 价值千金 乔贵妃称怪道 你又这么惯着诺诺 给她买这么贵的东西 二皇子不以为意地说 这算什么 诺儿这么可爱 我们都觉得她值得更好的 乔贵妃文言 微微叹气 好吧好吧 知道你娘姨妃姐姐家是大批首富 你们不差钱 不过你娘呢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 一听乔贵妃提起自己的母妃 二皇子立马变成了苦瓜里 紧接着 抱着诺诺就朝宫殿外跑去 见此状 乔贵妃顿时心中了然 臭小子 八成是又跟她老娘闹别扭了 没过多大会儿 冷肚某棵树下 诺诺正撬着小脚丫 一边吃果子一边 奶生奶气地询问道 二哥哥 为什么娘亲一提到姨娘亲 你就跑了 只见一旁的顾字堂 拿着小铁锹正在卖力挖的 少提她 那种连亲儿子钱都想骗走的坏女 我才不承认她是我娘呢 原来顾字堂的母妃总是以各种理由 故佑她将自己的压碎钱 赏钱交出来 美其名约为娘替你保管 要不是因为她 谁会在这阴气森森的冷宫躺小甜甜 总有一天 我要成为大妻第一首次 除了诺宝你 他们谁都别想挡我一分钱 说吧 随着诺诺一声声软弱的二哥哥加油 顾字堂小铁锹挥舞地飞起 不一会儿 一个小木箱子就出现在俩人面前 紧接着 顾字堂又从怀里拿出了一叮金子 眼神中闪烁着兴奋 只要二哥将这叮金子放进去 咱们就有一千两个存款了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顾字堂缓缓打开小木箱 可下一秒 木箱中竟连一两银子都没有了 三岁的锦里小公主 敬老气横丘地调训起两位皇子哥哥 还说谁不打出这个字 或艾特一个好朋友 谁就得不到诺宝带有锦里红韵的波波 整整齐齐的营养 这会儿居然一两都没有了 顾字堂顿时快要气晕过去 这可是他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全部家里 闹鬼了 肯定是闹鬼了 我之前就听宫里的小太监们说 冷宫里时常有诡异的白影 顾诺儿蹲下身吸了吸小鼻子 没有闻到什么坏坏的鬼魂的味道 反而是有一股药香味 当诺诺转过身 正准备宽慰二哥哥时 小家伙的余光 猛地看见他们身后的破窗子里 竟然有个黑乎乎的人头在那里 一动不动 顾诺儿歪了歪小脑袋 水眸里犯出好奇 二哥哥 那是个人头吗 顾字堂被他的话惊醒 从头江到脚 还不等他来得及阻止 诺诺就已经小手推门了 三哥哥 果然是你啊 此人正是三皇子顾字瑶 他眉眼冷峻 带着一股折仙般出城的气质 不爱说话 只喜欢与医术打交道出名 老三 等等 盒子里有药香 满宫上下唯一喜欢泡在太医院 世界 说吧 便像顾字堂丢出一个钱袋子 但两人好像就是见面互掐的幸福 只见诺诺小手插腰 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你们不要吵了 紧接着有条不紊的分析道 二哥哥存钱不容易生气有道理 但诺宝也知道三哥哥 断然不会随便偷别人的钱 既然诺宝问了 我就实话实说了 医书上说 有的人死后会化成一种枯骨花 我想冷宫里这种东西应该多 所以经常来找 也常被人误以为是幽魂 哭骨花如药可活血化瘀 生经止汗 当时急需这种药 便挪了钱去买药 哭骨花 传说生于幽魂买骨之死 对治疗外伤有奇效 三哥哥你受伤了呀 顾字摇心里暗自惊讶 诺宝才三岁 竟还懂一道 前阵子今外兵临参与了 追脚流扣损失惨重 经刀剑砍过的伤口 竟愈合得很慢 伤口多次撕裂开来 流血不止 有好几人因此丧命 顾诺儿大大的眼睛里 流露出怜悯 可爹爹在朝中 从未听闻过此事 当即表示 自己要和三哥哥一起去救人 不过去之前 先稍微绕一下路 去白江军府 接上思明哥哥 白一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堂堂大气皇朝的 长盛大将军 竟被自己的一子叶思明 揍得鼻青脸肿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艾特一个好伙伴 我立马表演的胸口碎大石 就在不久前 诺诺和顾字堂 顾字摇 打算前往兵营 此刻 叶思明正端坐在将军府看书 白一从外走来 思明 风中传话 遥光公主马上来接你出去 你稍微收拾一下 准备出门 这小奶团子这么久 才想起来找我 没良心的小东西 就在叶思明胡思乱想之际 不知不觉已羞红了脸 不过 下一秒他神色恢复如常 叫住了正准备离去的白一 带着少年特有的羞奶开口道 那个 你要看胸口碎大石吗 给十两银子就行 我会控制好力道 保证不伤到你 片刻过后 白一仰头哈哈大笑 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叶思明是想换点钱 跟公主一起出去 可傻孩子 是谁告诉你想换钱 就只能胸口碎大石啊 而且还是在别人胸口上碎 你是我的义子 想要钱的话 随时开口就行 可随即白一突然想到 思明这孩子 好像不受接来之时 难得有如此机会 他主动开口求人 正好借此机会 好好亲近一下 思明 那个 你陪我练会舞吧 不多时 两人已分别换好镜装 手握长枪 一柱箱内 谁能击中对方次数最多为胜 此刻的叶思明英姿撒手 竟显少年风流 白一手握长枪 率先攻来 顿时场内 劈里啪啦 偶尔伴随两声惨叫 干着父子俩人斗的 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白夫人也露出久违的笑脸 不大一会儿 就见白一离青脸准 连连白手 认输认输 我认输 你这臭小子怎么专照着我脸打呢 叶思明双手暴毙 一脸轻松 你又没说打人不打脸 给钱 被打成熊猫眼的白衣 甩出一定筋子 自己这是屠杀 花钱挨顿揍 叶思明临走也不忘补刀 生计也没用 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 但依然打不过我爸了 闭嘴 快走吧你啊 二皇子顾字棠 想要联合三皇子顾字摇 敲打敲打传闻中 桀骜不驯的小狼王叶思明 却遭三皇子临阵倒戈 小丑成了他自己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艾特一个好朋友 给大家表演个用牙开榴莲 就在刚才 叶思明和白衣一番比试 耽误了不少时间 诺诺早已在门口等待 蓝宝石般的大眼睛 此刻也水雾蒙蒙 顾字棠将顾字摇 拉到一旁的大树下 三弟 虽然你我平日相互看不顺眼 但这一次一定要听我的 顾字摇背靠大树 漫不经心地道 嗯哼 为何 我打听过了 这个叶思明是白将军从敌国 带回来的小狼王 性格尤其的桀骜不驯 这种家伙来保护诺宝 咱们作为哥哥的 必须要好好地给他立立威 让他分清楚 谁才是家里的大小王 嗯 貌似有些道理 紧接着 顾字棠又趴在顾字摇耳边 等下他来了 咱们就这样 这样 然后再那样 那样 就在这时 诺诺眼前一亮 思明哥哥 还不带两位皇子反应过来 诺诺就已经被思明抱在了怀里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因为是思明哥哥 多久诺宝都愿意等 这次我带够钱了 去买唐人吧 思明哥哥对诺宝真好 诺诺像只小猫咪 在叶思明怀中磨蹭着 不过诺宝这次来找思明哥哥 是因为有别的要紧事 需要思明哥哥 以白将军义子的身份陪同 叶思明对于诺诺的提议 从不曾有过意义 但一旁的顾字棠已经傻眼了 为什么自己的妹妹 对她那么好啊 心中的小醋坛子 已经完全打翻了 爱吃醋这一点 跟她老爹顾一涵 真是一脉相承 随即 叫住了正欲报 诺诺诺离去的叶思明 喂喂喂 你就这么抱走我妹妹 还无视她的两个哥哥 堂堂大骑皇子 叶思明回过头 淡淡来了句 你是谁 我 堂堂大骑二皇子顾字棠 今天就好好教训一下你 三弟 我们一起上 却看见顾字窑这边 彬彬有礼地说道 我是诺宝的三哥顾字窑 这次咱们同行 请多指教 我二哥脑子不好 想敲打你 你不用理他 只见他们三人一起上了马车 刘顾自堂一人在风中凌乱 欲哭无泪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却成了那个大冤主 片刻后 他们四人驾车来到兵营 诺诺在叶思明的搀扶下 走下马车 还未进入兵营 叶思明就闻见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官位显赫的镇东将军 竟没有上过一次战场 整日以和花酒为乐 还扬言什么皇子公主 不打出这个字败坏老子久幸的 红通军阀处置 就在刚刚 诺诺四人已经来到兵营 刚一下车 叶思明就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随着他们逐渐深入 血腥味愈加浓重 一个帐篷外 无端有人抱着木桶静静出出 诺诺好奇地扒开帐篷探查 发生了什么 只见 帐篷里全是缠绕绷带受伤严重的士兵 此时 一名军医正呵斥着下手赶快去拿纸血药 可手下人告诉他 要早已被用完了 话音未落 帐篷外 文婷此言地固子姚情绪激动地说道 不对 这根本不对 赵军医 我昨日刚送来的那些纸血药呢 虽然数量还不够治愈全部伤员 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用完吧 军医文言迅速回过头 发现自己背后近站着皇子和公主殿下 急忙跪倒在地 略带央求开口道 诸位贵人 请替我们镇满营的伤兵做主啊 昨日三皇子专程送来的药材 转手都被镇玉被营的主管是 镇东将军郭不怀 拿去换花酒了 下官实在人为言轻 无力阻拦 几次上报也都被他压制了下来 闻听真相的四人 皆是震惊无比 他们万万没想到 天子脚下 竟有人敢挪用军费 要知道顾一涵在军费上面 一向大手笔 从不曾磕待那些为他抛头颅撒热血的战士 二皇子分析道 这个镇东将军是世袭他爹的觉问 其本人就是个酒囊饭蛋 连军中的救命药材都敢私吞 诺诺小手挠了挠下巴 将这个问题也记在心里 不过当务之急 是解决这些士兵伤口撕裂难以愈合之痛 三皇子单手扶额 头痛不已 对于伤人的问题 他比任何人都上心 可翻遍医书 实在找不到效果更好的药材 而且上次那批药材 就已经掏空了他的家里 诺诺这个小家伙瞬息着手指 嗯 要配不齐就换个方子啊 至于药方 倒也难不住他这个小警理 既然人间找不到 那去天上找就好了呀 你敢相信吗 这个小女孩睡一觉 却变成了一条鱼 还能去太上老君天机阁中找医书 她是大齐国唯一公主顾诺尔 小警理先转世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艾特一个好朋友 未来一周 能买到自己最心仪的漂亮衣服 就在刚才 诺诺瞬息着手指 人间找不到的药方 自己去天上应该可以找到 说着 他闭上眼睛 打开零食 化成了一条小警理 直呼鬼从天上 叶斯明瞬间感觉到 诺诺身上仙气弥漫 暗暗则折 小东西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而其余人则一脸茫然 他们并没有 叶斯明强大的零食 感知不到仙气 二皇子还以为 诺诺生病了呢 心里不由得着急 这小家伙刚才还好好的呢 怎么说睡就睡呢 郑玉伸手去探查 突然被一只手 牢牢握住手腕 只见叶斯明冷冷说道 他说了 别打扰他 而此刻于书房内 批阅一天奏折的顾一寒 只觉得腰酸背痛 在春兽公公的搀扶下 郑玉去玉花园散散心 突然 心有所感 远远望去 有一条小景里 正在天上游业 下意识询问春兽公公 那是什么方向 回陛下 是京城外遇备营 此时的小家伙 在太上老君的书房里 来回翻找医书 只削得药材最简单 又有效的应该有什么类 片刻后 众人拿着诺诺梦到的神方 皆是赞不绝口 早就听闻公主是福星 但他们也万万没想到 这得是老天爷 多么宠爱眷步的人 才能心想事成 梦想成真 顾怒儿甜甜欢呼 大概是天意吧 你们快去治疗 士兵小哥哥们吧 赵军医拿着药方 兴冲冲地朝外跑去 立马组织人去准备药材 可下一秒 突然撞在了一人身上 放肆 姓赵的你眼瞎了不成 一回营就听到 你们这群废物在巴巴巴 简直晦气 什么皇子公主 什么狗屁药方 打扰到老子的酒性 统统给我军阀处置 人位置 兴仙道 只见一个镖形大汉 一手提着大酒坛子 此刻正被他当作废纸踩在脚下 众人见此一幕 心中怒火皆被点燃 这个将军竟敢当面辱骂 大气国豹军最宠爱的井里小公主 简直嚣张至极 还说什么祥瑞 什么狗屁井里 我看你们就是一群祸害灾心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军可一人垂他一拳 帮诺诺出气 镇东将军浑身酒气地 从帐外走来 口中还念叨着 什么公主 什么狗屁药方 敢打扰老子的酒性 轰通给我军阀处置 而那张关乎士兵生死的药方 也被他当作废纸踩在脚下 众人见此一幕 心中怒火皆被点燃 从诺诺出生以来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之人 更何况故意含对诺诺的宠物 更是举国皆知 谁曾想在这天子脚下 这个镇东将军还敢如此跋扈 当真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诺诺冷冷之问道 你就是那个不爱惜自己士兵的镇东将军吗 只见 一个生得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 生得然虚乎 面色还带着醉醺醺的酒意 拱手行礼 动作很是潦草 打着酒阁 不以为意的辩解道 公主不要听信小人的谴言 陈这不是专门劈给他们的养伤的营帐吗 然而还没等诺诺让他起身 他就毫无顾忌地自己站起 笑音音说道 他们都是上过战场 杀过敌的士兵 就这么一点疼痛 随便养养就好了 还引来三位殿下的担忧 是他们的错 来人 将这些闹事伤兵各打二十大板 带头的赵军一 杖则五十 懦懦难以置信的道 什么 你还要颠倒黑白则打他们 你好大的胆 二皇子和三皇子也是愤愤不平 身为将军私推药材拿去换花酒 这是死罪 什么私推药材 皇子休要血口喷人 那些药明明都被他们自己用掉了 镇东将军表情看似恭敬 口吻实则蛮横 并且这里是预备营 郭某怎么管理 那是郭某的职责所在 几位殿下怕是无权过问吧 闻听此言 三人君是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不顾三位殿下吃瘪的样子 镇东将军转身出去传达军令 准备责打伤兵 他是大旗皇朝最残暴嗜血的君王 也是整个天下最宠义女儿的爹爹 面对胆敢辱骂自己宝贝闺妮的将军 看顾一涵如何霸气护短 还宠宝贝闺妮 并说凡是打出这个字 君可跟他一起惩治坏蛋将军 看着镇东将军肆无忌惮地走出营帐 出去传达军令 准备责打伤兵 这个人真的好坏坏 诺宝这次真的生气了 随即 诺诺发动自己的警理能力 只听咕通一声 镇东将军被摔了个狗吃屎 众人还仿佛听见了一声骨头错位的声响 诺诺还在疑惑 自己并没有用这么大的哑 却不知身后叶思明 眼中鸿芒正在消散 叶思明双手暴毙 心想 小东西心善 我可不一样 让你踩他写了药方 此刻的镇东将军 再也没有刚才的跋扈劲了 整个T4横流 哎哟 疼死我了 快叫军医过来 我动不了了 下一秒 二皇子和三皇子站在他面前 俩人一唱一和地说道 行军打仗 磕碰受伤流血都是难免 就这么一点疼痛 随便痒痒就好了 按照你的想法 这肯定是不需要用药的了 镇东将军疼得呲牙咧嘴 破口大骂 什么吉理祥瑞 我看你们就是群货害灾心 诺诺眨了眨长节 你坏事做尽 诺宝不介意做你的灾心 这一刻镇东将军终于慌了 你们想干什么 我有免死金牌 除了皇上 你们谁都别想动我 话音未落 就听见不远处 传来一道冷悠悠的声音 那看来 镇来得很是时候 看见是自家爹爹从营外走来 诺诺立马张来手臂跑向顾一涵 原来在先前诺诺化身小指甲 天降祥瑞 顾一涵心有所感 扶灵心之意打听 镇欲被赢的事 他已全部知晓 随即 顾一涵吩咐下去 你们按照公主的药方火速备药 一切费用由二皇子负责从国库中报销 再有火速传宫中太医及征兆民间医治 由三皇子统领协助军医治疗伤患 并所有参与先前剿匪者 加发三个月奉怒并寄攻一剑 说吧 顾一涵眼神又瞥向一旁的镇东将军 至于你 保留镇东将军头衔 但名下所有的兵马 全部划分给白衣馆 既然你那么喜欢号令军营 看你做个空壳子将军 还去号令谁 镇东将军张嘴还想辨解什么 故意含面露杀鸡 雨气冰冷的道 闭嘴 你应该庆幸自己有个好爹 笔记镇有了女儿后不喜随便杀人 否则 就凭你辱骂镇的爱你 都够将你五马分尸好几回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皇后和宠妃之间并没有想象的 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反而是一副姐妹情深的温馨场景 外人眼中美艳张扬的乔贵妃 在皇后面前 却是一副撒娇的小女人姿态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爱特一个好伙伴 你也能拥有这样的好姊妹 顾一涵抱着诺诺 面色冷如寒霜 预备赢的是 他以全部知晓 这镇东将军当真是老寿星上吊 闲命长啊 不仅带兵无能 还敢辱骂顾一涵的宝贝闺女 顾一涵当即下令 隔去其镇东将军原职 听后查办 他手下所有兵马交由白衣馆 镇东将军还想为自己辩解什么 顾一涵眸光寒气满满 要不是你父亲老镇东将军 留下的那点可怜功勋 镇今日就将你五马分尸 得罪两位皇子和小公主 他能保住一条命 已经是烧刀箱了 顾一涵怀抱诺诺 笑盈盈地询问道 诺宝 爹爹这样安排你可高兴 爹爹最棒啊 诺宝爱爹爹 诺诺用自己软软的脸蛋 蹭着顾一涵的胸膛 乖宝贝 抱紧爹爹 咱们回宫了 同时 站在一旁的白衣 单手扶在叶斯明的肩上 斯明 咱们也该回家了 回宫已过半日 乔贵妃带着诺诺来看望皇后 并且给皇后讲述了 今天发生的这件事 皇后用手轻轻抚摸着 诺诺软软软的脸蛋 本宫还是觉得 我们诺儿梦中得神方的功劳更大些 若是萧儿肯回来 见了诺宝也一定会很喜欢吧 姐姐这是想太子了吧 不如就让皇上下旨 将他从边疆召回来吧 哎 这孩子的脾气我最是清楚 他自己要去军中历练 没到自己满意的程度 他是绝不会回头的 算了 先不提他 本宫身体好多了 想出宫祈福 妹妹 你这六宫协理就帮忙安排安排吧 乔贵妃没料到皇后竟会突然调谈自己 顿时脸上一抹羞红 姐姐 还是等我忙完手头的事 带着诺宝亲自陪你去吧 事儿不多 也就是太妃生辰 太平忌日 三个皇子的启蒙殿仪 两个皇子的生病求医 还有后宫十四间房顶漏了雨 还没等乔贵妃说完 皇后哭呲一声笑了出来 这还不多呀 够你忙好一阵的呢 放心 本宫自己去就可以了 正在乔贵妃还想要向皇后撒娇的时候 突然 门外哐当一声 紧接着 尝了两宫女争吵的声音 穆书贞 你笨手笨脚的 还想在皇后娘娘面前伺候 还不快给我滚 可是 这东西明明是你尸首打碎的呀 这个宫女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皇后和顾怒儿面前 伪装的已经是天衣无缝了 却还是得不到她想要的宠爱 反而平日自己一直欺压的那个呆子穆书贞 更受大家的关心 她说谁不打出这个字 或艾特一个好朋友 她身上的黑气就会去找谁 就在乔贵妃和皇后正聊的兴起时 突然 门外弹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随后伴随着宫女的争吵 乔贵妃快步从内殿走出 身后跟着怀抱懦懦的皇后 说 你们两个刚才为何要宫中场呢 阿云抢先开口道 回禀贵妃娘娘 是书贞失手打碎了 厨房刻意为公主准备的糕点 奴婢方才正在教训她 不曾想尽惊扰了娘娘与公主 还望娘娘见谅 穆书贞跪在一旁 默默低头不语 她有错 你应该告诉皇后娘亲或我娘亲 怎么能自己动手打她呢 回公主 书贞总是毛手毛脚的 奴婢太希望她能变好了 一时气急 还请公主和娘娘见谅 一直为开口的皇后 温柔地道 好了 一盘点心而已 没人受伤就好 乔贵妃双手插腰张扬美艳 告诫道 也罢 看在皇后娘娘的面子上 今日本宫不再追究 胆敢再犯 小心你们的脑袋 乔贵妃可不像皇后温柔宽容的性子 她治理后宫向来是以雷霆手段 最是见不得宫女见月之事 而且看着穆书真呆呆的 她是打心底里觉得不如阿云干使灵力 咱姐姐 那个 要不咱们把穆书真换掉吧 我再帮你去挑十个八个 像阿云这样灵力的吓人 好不好 诺诺眨了眨卡兹兰大眼睛 略带成熟的口吻说道 娘亲 诺儿觉得看人不能只看表面的 娘亲是因为太爱皇后娘亲了 关心得乱 皇后宠溺地摸着诺诺小脑瓜 笑着说 诺宝这话可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也觉得书真非常面善 不似平日阿云所说那样 而且我这几个夜里 总是被几个宫女冤魂纠缠 每当本宫最绝望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名轻衣仙子 默默守护本宫 而那轻衣仙子的脸 一间让孤傲的叶思明 在他面前羞红了脸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小姐妹 或艾特一个好伙伴 为他俩能天天在一起助助力 皇后娘娘讲述着这几日 自己每晚总被冤魂纠缠 每当自己最绝望的时候 总有一个轻衣仙子守护在自己身边 而那轻衣仙子的面容 像极了书真 说到此处 皇后娘娘和听着陆迷的诺诺 两人眼貌小星星 俨然是一副书真小弥媚的模样 乔贵妃见两人如此 也便有些无奈 好吧 既然你们都喜欢 那就留下吧 三日后 太史寺外 诺诺搭拉着小脑袋 和叶思明坐在马车中 本来为了乔贵妃 能放心皇后独自祈福 诺宝就主动提出 陪皇后娘亲一起来太史寺 而孤一涵也定会多派些人手 来保护他们 可谁曾想孤一涵实在太夸张了 他不仅派遣了一支完整的护卫队 又让白一天没亮 就把叶思明耗起来了 这尚且觉得有有不够 但诺诺路上发现 叶思明貌似有些闷闷不乐 就以为是被强行拉出来 有些不高兴呢 思明哥哥 诺儿把身上的糖糖都给你 你不要生气了 好不好吗 叶思明歪着脑袋 思索片刻后说道 不是不喜欢和你一起出来 我是不喜欢 那些供奉神佛的寺庙 每当他靠近这些正派的地方 体内的修罗邪气 就不自觉地躁动 可这些他暂时并没打算 让诺诺知道 随即找个理由搪塑过去 没什么 是我起早了 有点不太舒服 不舒服 话音未落 诺诺面颊就快贴到了 叶思明的脸上 同时小手探向他的额头 发烧了吗 快让诺宝看看呀 感受到诺诺身上 特有的奶香气 叶思明顿时羞红了脸 下一秒 故作冷酷地扭过头去 我没事 与其担心我 不如多小心 皇后身边的那坨黑气吧 而就在不远处 阿云又在训斥着书贞 红为丫鬟的他 却总是让书贞 做最重最累的火 稍有不满 反观那做事呆呆的书贞 才是踏实可靠的人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艾特一个好伙伴 你身边都是像书贞这样的朋友 此时 阿云正主动搀扶着皇后灯时间 度皇后物资叹息 阿云 你怎么又为难书贞了 他一个人如何拿得了这么多行李 阿云瞅也不瞅书贞 眼中尽是产位 娘娘 您的安慰才是第一位 奴婢扶着您上台阶吧 书贞自己可以的 就那个呆子还想跟我争处 他门都没有 这样想着 他就不由地走神 却没想到自己脚下猛地一滑 阿云身子往后倒去 他摔得不要紧 静下意识推了皇后一把 将皇后直接推下台阶 就在诺诺准备施展自己的法术时 只听身后刷的一声 书贞已出现在皇后身后 随后皇后摔倒在地 但好在没摔伤 只是吓了一跳 此时心慌得很 皇后扭头 只见穆书贞底下 流出两条鲜红的血柱 度皇后担忧不已 书贞你流血了 快传一端 而从后面跑来的阿云 不明所以 还以为是娘娘受伤了 不由分说地就把皇后搀扶走了 诺儿尽量地眼眸默默看着这一切 随后嘱咐叶斯明先去休息 自己要去看看穆书贞 穆书贞本就被摔得一瘸一拐 再加上拿那么多行李 一个不小心 就又被磕倒在地 可下一档行李竟然自己漂浮起来 这是 法术 是法术呀 书贞姐姐也可以轻松做到吧 为何你除了救人 就不再使用法术了呢 反而任由别人欺负 身为最臣之女 我也没有脸面继续使用倒数 至于今天的救人 那不过是奴婢在偿还 娘娘当年的恩情罢 或许娘娘早已忘记 但那年我们要被满足抄斩 正是娘娘以公主宁诞生为由 不宜杀生 才保住牧师满门的性命 穆书贞好心画的一张小小道符 却激起叶斯明心中万千修罗气 杀人的念头不断冲击着她的理智 顾诺儿 你快走 我有点不对劲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均可成为诺诺的贴身小护卫 穆书贞讲述着皇后娘娘 对自己家族的恩情 哪怕自己粉身碎骨 也会护娘娘周全 诺诺小手放在书贞脸颊上 温柔地说道 书贞姐姐你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 而轻易放弃自己的道雅 随着诺诺的手不断释放出治愈灵力 不多会儿 书贞脸上的伤痕就已痊愈 正在诺诺跟她挥手告别之际 书贞突然喊住了诺诺 小公主 我有些话想告诉你 怕也没有什么用 随即在诺诺转身之际 书贞偷偷在诺诺小背包上 画了一张平安符 而他们主仆两人轻易地举动 早已被躲在一旁的阿云看到 好你个木书贞 勾搭完皇后 又去勾搭小公主 皇后居然还让我来给你道歉 还要让我将这翡翠镯子转赠给你 门都没有 我看中的主子只能宠信我 那些胆敢挡我路的人 都给我去死吧 夜晚某处房顶 聂斯明脑袋整着手臂 仰望玄月 这阔地方处处透露着神佛法相 多待一刻 都觉得全身不自在 如果不是因为小家伙 打死我都不会来 突然房顶又探出来一颗小脑袋 斯明哥哥你不睡觉 是在想诺儿吗 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诺儿好担心哦 给你带来的考虑子 快趁热吃吧 可当夜斯明刚一接触小包 包裹上的道符 就爆发出刺眼的光芒 紧接着夜斯明薄目微睁 体内的邪气仿佛受到了挑衅一般 立即贯穿四只经脉 正以咆哮汹涌的速度 燃起他要杀人的兽欲 虽说他进了佛门之地 到处都是神佛的威力存在 但夜斯明并不是普通的邪神 只要不进正殿不面对佛像 他根本不会有什么反应 顾诺儿 你快走 我压制不住了 狼王少年夜斯明 身为至高无上的修夺邪神 却被一张小小平安符 激起心中咆哮汹涌的饮血兽欲 不由分说的张子 咬住了顾诺儿娇嫩的小指尖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爱特一个好朋友 均可一人咬夜斯明一口 帮诺宝出出气 夜斯明额头上开始渗出细腻的汗丝 他长眉微拢 目光复杂又充满邪气 顾诺儿竟在咫尺 他身上的甜蜜奶香 一下子被感官无限放大 夜斯明无数次按压住心底要腾起的邪力 可越压制 下一秒想要饮血的欲望就越强烈 他用尽最后一丝冷静 顾诺儿你 快走 顾诺儿眼眸黯淡了一瞬 他挪了挪小脚 担心地往回走了两步 又忍不住回过头来 四明哥哥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我这就去给你喊一关伯伯来 夜斯明哑声低吱 不行 别喊 真来了其他人 我怕忍不住会大开杀戒 此时夜斯明脑海中有无数道声 在他耳边回荡 不断引诱着他去引血 恰在此时 诺诺小手伸向夜斯明脸颊 几乎是一个眨眼的瞬间 夜斯明不由分说变张嘴 咬住了诺诺娇嫩的小指尖 他没有用多少力 但仅仅只是咬在牙下 也已经让娇气的顾诺儿感到剧痛 一串串的小乃音啼哭不止 听着让人心碎 夜斯明就是在这样的委屈生理 逐渐找回了理智 体内的邪力也飞快地消散下去 下一秒 他心疼地将诺诺紧紧搂抱在怀中 嘴中一遍遍重复着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家伙抽气片刻 才小乃音哑哑地道 斯明哥哥 你这个病跟狗狗有关系吗 我娘亲说 小狗太咬人 看着眼前小家伙的可怜无辜 还有那双刚被泪水洗过的大眼睛 夜斯明决定给诺诺包粒子吃 并将目书真话的平安符 悄悄抹抹掉 这么粗糙的手法 回头再找他算账 就在这时 树林中传来一响 两人躲在房顶悄悄探查 只见 阿云一人鬼鬼祟祟地前往后山 明天皇后娘亲要带诺宝在后山塔龙祈福 斯明哥哥 诺宝掐指一算 明天肯定会有一场好戏看了 好 但你要答应我 保证好自己的安全 夜斯明天说 便为给了诺诺一颗栗子 蛇蝎心肠的宫女阿云 未得到皇后和诺诺的宠爱 竟打算让他们两人葬身火海 凡是打出这个字的 或艾特一个好朋友 均可给这坏宫女一拳 帮诺诺教训教训她 次月一早 香烟鸟鸟鸟 诺诺很早就起来了 今日她要和渡皇后 在金塔里侍佛伴日 尘时三刻 渡皇后和小公主顾怒而上了后山 而正跟在后面的阿云 转头对书贞说道 我忘拿了一件重要东西给皇后娘娘 你快跟我去取 带两人走到一处僻静怨落 走在前面的书贞 飞开门疑惑地道 阿云 东西在哪 书贞话音未落 就被后面的阿云一棒子敲晕了过去 阿云将昏迷的书贞 丢进事先放有作案工具的房间 书贞啊书贞 等你醒来 你就会变成这场大火的主谋了 而我 届时必定是第一个冲进去灭火救主 他日 定是皇后和小公主眼中的大红人 永别了书贞 我的好姐妹 而这边渡皇后对将要发生的危险 浑然不知 刚准备上前 点香敬佛 一堂的诺诺连忙制止 语气堵定的道 皇后娘亲 香信诺宝 这个香绝对不可以点燃哦 此外 不放心诺诺安全的叶思明 正卧在某棵树的树叉上 没过一会 金卡的方向竟还是出现了滚滚龙烟 这时 阿云贼喊捉贼似的 慌张的跑出来 不好了 金卡着火了 娘娘和小公主还在里面 阿云本想自己救火 奈何没想到 火势比他想象的要大 他反而贪生怕死 不敢进去 婉音哭着催促 快 救公主和娘娘 他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就站在他的身后 叶思明自顾自的说道 顾诺儿 这就是你让我看的好戏 说吧 随即深吸一口气 不顾火势害人 竟直闯了进去 是浴火还是深渊 他都要为诺诺闯一闯 顾诺儿 你最好平安无事地给我出来